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之前也出现了这完全相同的四个选项 也就是说 如果这是条死路 现在还来得及给他们三个人机会中途回去 这一下反而让这三个人也犹豫起来 毕竟现在可不一样 已经进入到隧道内部了 现在下车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如果说强行逼迫停车的话 万一出了事故怎么办呢 而自己下车和换自己开车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是自己一个人下车 就要步行回到原来的地方 而如果开车的话 速度快不说 遇到鬼魂也较为容易躲开 这 风铃谦看着这些选项 不知道该怎么选了 但是 A 还是第一个排除掉的 万一自己下车 一个人走在黑暗隧道 想想都感觉到恐怖 而选择C 似乎最为稳妥一些 徐涛考虑了一会儿 则也是有些犹豫 如果说 就这样一直开到底也就罢了 可是出现这三个选项 倒反而难说了 这会不会是公寓布置的多重陷阱呢 也就是说 这有可能本身是条生路 但是利用住户的多疑再出现这么一个选项 让住户产生回过头去就可以得救的想法 毕竟从隧道原路返回太像是一个陷阱了 年宁义也是一种赌博心态的驱使下选择了地下 毕竟人都对一步登天一劳永逸的诱惑很难去抗拒 即使知道有危险 还是会想要赌一赌 但是徐涛却是个脚啊如虎 精于算计的人 他在公寓扮演高人 用洗脑的方式让很多人信从于他 就是为了能够吸纳一批精神上忠于自己的人 方便日后的行动 他是不会轻易去赌博的 考虑到这一点 他反扑全层 最后选择了C 至于林天泽就考虑到没有那么多了 他想 反正两边都可能是死路 也都可能是生路 不如选C 他认为 写字不可能有这种好事 原路返回就可以远离那个不归村了 最后的结果 三个人都选择了C 于是 演变成了三人都希望换成他们来开车 首先开口的是洛宾 红夏 你他就乱来了 我来开车吧 新月马上说道 我来开车 真好 我来开 还是我来开车 红夏 听我的 让我来开吧 白红则也是说道 红夏踩下了刹车 转过头来说道 好了 好了 别烦了 那么 洛宾 你来开吧 游戏以最先选择了C项的徐涛为最优先 让他成为了司机 索夏 红夏打开车门走不下来 而洛宾也是打开车门走下来 这个过程中 每个人的心都悬了起来 黑暗的隧道内 大家都害怕会不会冒出什么东西来呢 突然杀死所有的人 毕竟车子现在停了下来 车门也打开了 会不会发生什么实在是难以预料 罗宾坐到了驾驶座位上 关闭了车门 而红夏却是就这样站在隧道内 这时候 年宁义倒吸了一口两气 他忽然间明白了什么 自己选择了从隧道内返回 那么其他的人选择和他既然不一样 当然是要分开了 果不其然 红夏说道 不管怎么样 你们要回去就回去吧 我还是远路返回 大不了啊 多走点路 回去啊 下山就是了 然后 红夏就继续朝前方走 这一幕 看得您明义不寒而栗 他一个 只有他一个人 和另外三个人分开 在这黑暗隧道内走下去 这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此时 他的大脑开始自动浮现 以前看过的各种恐怖片 一个个刻发着幽魂鬼魅形象 开始不断浮现而出 年宁义此刻感觉到浑身冰寒 如果他就这么死了 这把真的会成为少数派 不 不要 年宁义腾子战气 头摇得犹如波浪鼓 不要 不要 我不要 然而 他没办法自如操纵游戏角色 只有给出选择的时候 他才可以选择 而他又不能停止游戏 不停止游戏 现在会发生什么 真的是只有鬼才知道 不要 千万不要有事 年宁义在电脑前不断祈祷着 他知道 如果死在游戏中 他只有等待无备保存 下一局重新开始才会有生机了 千万不要变成这个样子 而与此同时 乐我兵则是开车 带着车上另外三人 朝着隧道前方开过去 没有过多久 重新回到了那三条岔路前 这一次大家都是内心打起鼓来 接下来会是怎样 于是新选项出现 新选项是由司机落冰 也就是徐涛来选择 朝左边走 A B 朝中间走 C 朝右边走 D 三人 投票表决 这一幕 让徐涛知道 现在必须重新来一次选择 而D 也就意味着 所有人都要进行一次选择 那么 该选择 哪一项呢 而这时候 子叶看到电脑屏幕前 目前车子正在中间的这条道路上行驶 凌烈的呼啸风声不断掠过耳机 黑暗的夜幕下 只有车头灯能够照亮前方 谁也不知道 前方究竟会有什么 紫叶将那瓶矿泉水放在桌面 摸了摸嘴巴 眼珠 直盯着电脑屏幕 凤舞此时 朝这条黑暗的道路上开去 周围都是一些凋零的树木 地上满是土石 开的过程中 不断传来颠簸的感觉 很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游戏的画面仿真度极高 怎么看都像是真的场景 即使是好莱坞大片电影基础 也最多是做到这个程度了 所以 诸乎甚至会产生出一个想法 凤舞 阿简这些人 会不会是真正存在着的人呢 当然 无论是真还是假 对现在的情形都没有丝毫改变 游戏只能继续玩下去 别无他法 凤舞 这时候凤舞身旁的阿简开口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和其他人好像分散了呀 凤舞却是镇定自若地说道 走这条路一定没有错的 你放心吧 没事的 虽然凤舞这么一说 但是阿简的脸上 依旧露出一阵阵的优色 而后面的二人 深海和千千也是看起来很不安 这时候 路越来越颠簸了 周围的密林也开始变得更加的稀疏 黑暗之下让人感觉到震震的毛骨索然 千千打开了一张地图 操纵他的左雅堂 可以清晰看到他所拿的地图 地图上是西越山的景点和山脚下的旅馆的分布图 但不管怎么看 这段路和地图都极为不吻合 千千满是疑惑之色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然而操纵他的左雅堂露出的就是恐惧之色了 那地图代表的自然是这一代绝对不正常 但是就算如此又如何呢 下一个选项不出现 就什么也无法做 所以目前也只有继续前行 毫无办法了 到底会到什么地方去啊 啊 操纵深海的普行渊 看着电脑屏幕 也是感觉到一阵阵头皮发麻 这个游戏简直犹如是俄罗斯轮盘赌一般 选错一步也许就是万劫不复 已经过去了五分钟左右 到目前为止一切正常 虽然路变得越来越陡峭 但是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出现 但是越是如此 反而越让人感觉到害怕和恐惧 恐怖片中的许多经典场景 在脑海中已浮现而出 令人胆战心惊 不知道前方是什么 比直接出现一个鬼魂更加可怕 所以这宁静继续维持下去 反而是让人窒息 道路开始变得有些狭窄了 路边开始有一些怪异形状的石头 叠放在一起 而树木大多数都是一片枯萎状 有一些树木甚至已经折断 完全一股萧瑟之景 在这夜色下显得尤为骇然 接着 路到了尽头 前方出现了一座石桥 那座石桥是拱形的 横在了眼前 石桥下面大概三十多米处是一条河流 不过这条河流已经完全结冰 看起来现在似乎是龙东一样 而这条结冰的河两旁则是不知道延伸多长的河岸 石桥大概有数十米长 宽却还不到一米 对岸则也是覆盖在一片树木深处 黑暗之中也看不清是什么东西 到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做呢 凤武看着前方说道 哎 怎么办呢 这辆车没有办法上石桥啊 太窄了 我们下车吧 没有办法了 阿简也只好解开了安全带 随后四个人都是一一响了车 紧接着 紫叶 小叶子 左亚棠 普行渊四个人的电脑屏幕 都出现了新的选项 内容为 A通过石桥到对岸 B朝左边河岸走 C朝右边河岸走 D待在车内 让大家意外的是 居然没有一个选项 是往回走 游戏抹杀了住户回头的可能性 也就是说 要么待在原地 要么就前进 而且无论选择哪一种都无法开车 毕竟河岸两段也是极为狭小 再加上路那么颠簸 开车的话太过危险 很有可能车会翻到下面去 而待在车内的话就更可怕了 原地不动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一时间 一时间大家都是揣测起来 现在不管全哪一个都让人感觉到头皮发麻 河岸两端看起来也是一片黑暗 如果真的遇到了鬼 如果真的遇到了鬼在那么狭窄的地方一个不小心就会跌下去 冰冻的河面自然是一下就摔死的 如果取过桥也是一样 但是待在车内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除了凤骨以外 其他人没有车钥匙 就算是有鬼来都发动不了车子 选择哪一个呢 紫叶看了电脑屏幕 他的表情依旧波澜不惊 但是手却是不断钻紧 他盯着石桥对面 在那里一闪黑暗 什么都无法看清 这座石桥本身看起来还算坚固 但是也有不少残坷地方了 最后他按下了 A 继而按下了回车键 而小叶子几乎在同一时间 也是按下了 A 不过由于还有两人未决定 所以电脑屏幕还是暂停状态 现在就要看佐雅棠和普星渊的选择了 当然他们也无法知道紫叶和小叶子选择了什么 普星渊不断抓着头发 选哪一个好了 选哪一个好 不管看哪一个 都是很危险 对岸简直就是个明明白白的陷阱 可是谁敢待在车内呢 万一只有自己一个人选这个 那么后果不堪设想 而且待在原地 怎么看都是最为被动的情况 对住户而言 对游戏角色操纵 终究是受限的 但是他们的生命和游戏角色是完全相连的 罢了 普星渊戏红着脸 按下了 哎 然后他说道 我出去了 反正大力多危险的话 还不如选择到对岸去 而佐雅棠这时候 还在苦苦思索 不知道该选择哪一个更好 毕竟 这一选择关系到自己的性命 不能草率对待啊 第一 他根本就不会去考虑 而前面三个 感觉都是半云八两 无论选择哪一个 都好像好不到哪里去 最后他一咬牙选择了 哎 全员都做出了这一选择 这样大家都要过桥 到对岸去 这一下 就不得不弃车而行 那么接下来 就必须不行了 不行意味着什么呢 每个人心头都是大气鼓 无论如何 下车之后 大家都是感觉到 生命仿佛已经不由自己做主了 接下来只能走一步 算一步了 我们走 凤五说完后 就随着大家 踏上了那座石桥 每个人都是无声地跟了上去 看起来似乎真的是很冷 每个人一下车都不由自主地用手捂住了双肩 兜兜缩缩地起来 谁也不知道 到了对岸会是什么等待着他们 但是现在已经连后队都无法做到了 这个地方好奇怪啊 凤五 你知道走下去会到什么地方吗 阿简也是浑身发抖着对着凤五说 是啊 我看了一下地图 随道出来后的地形和这里根本就不吻合呢 千千也是如此地说道 对啊 凤五 你知道什么吗 深海也得显得不安的时候 凤五停在了桥中央 其实 他回过头来说道 修罗在出发前和我提过一件事情 他说他算了一挂 今天到这座山上旅游的话 会发生不祥的事情 什么 算挂 这 这是 千千立即露出震惊的神色 我也没有想啊 凤五说在这儿 目光变得暗淡起来 对不起啊 也许是我连累了大家 不过 没有办法 只有继续前进才行了 也许能够找到人家 这样吧 等到了天亮 我们可以下山去想办法走 身那么冷 我们总不能晚上待在车上睡觉吧 说完之后 凤五继续朝前面走去了 阿简这时候也开口了 可是 也不知道 有没有人家呀 西月山被开发为旅游地带后 我听说啊 援助军民 都已经搬走了呀 说到这里 千千面色惨白了起来 我记得 听说过呀 西月山 有个什么可怕传闻呢 好了好了 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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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简看起来吓得不轻 连忙的摇头 游戏不会传出人物说话的声音 但是 其他声音 却会很清晰地传入耳畔 例如 风呼啸的声音 人走路的声音 这反而形成一种极为诡异的感觉 那么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各位继续关注 第五欲 第322集 游戏 十一 欢迎订队 欢迎订阅收听 地公寓 第322集 游戏 十一 石桥只走了一半都不到 而四个人的步速都不算很快 每个人都感觉心提到了嗓子呀 对岸究竟会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时候 佐雅唐忽然发现 他走过了桥的一侧 发现了一样东西 因为太暗 他也是接近了 才偶然看到 那是一个面具 被一根尖那个匕首 刺在面具的额头部分 接着将面具牢牢盯在石桥护栏上 而那面具是一件纯白色 五官甚是诡异 因为其他部分虽然正常 可是嘴部却是在笑的样子 那笑不像是微笑 也不像是大笑 更像是惨笑 对 那就是惨笑 佐雅唐操纵的角色 天天蹲下了身子 而他走在最后 前三人丝毫没有发现 同样子叶小叶子 普行渊三人的电脑屏幕上 也都没有看到这个面具 比起那个面具 那把匕首也一样显得很怪异 匕首的刀鞘 呈现淡淡的银白 而刀身上则是沾着鲜血 而那些还在朝下面滴着 刺破一个面具 却会洒下洗来吗 想想都感觉诡异 此时此刻 电脑屏幕立即出现了四个现象 A 将面具戴在身上 B 将匕首戴在身上 C 将面具和匕首都戴在身上 D 无视面具和匕首继续走下去 索亚唐看着这四个现象 一下愣住了 这是什么呢 戴上吗 难道这是游戏中的所谓外挂 或者说装备吗 而游戏让它选择匕首和面具 而这两个诡异的东西 二则其一 难道说其中一样东西可以带来生路 另一样则是带来死路吗 这一刻 紫叶等着的电脑 也是出现了暂时的停滞 作亚唐怎么也没有想到 会出现这样怪异的选择 那犹如惨笑的一般面具 而上面 燃血的匕首 怎么看都是让人心生含义的 不管选择哪一个 他都是极为不愿 然而 要他一个都不选 马上离开 却犹豫万分 这四个选项 看起来等于是 在告诉住户 帝首和面具某一样可能是生路 那这么一来 任谁都是不可能轻易错过了 尤其是左亚唐这种第一次执行写词住户 自然更加不安 生路解析 平时在讨论会议上提的再多 也不过只上谈兵罢了 但是现在却是吉人不同 生路就摆在眼前 就看他是否选对了 但问题是 他也不可以轻易选择C 因为一方是生路 另一方也有可能就是死路 如果两者都待在身上 难保自己会是连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写字只是触发死路 这种先例 他看过太多这样的写字先例 虽然都是文字游戏 但单单想象一般也是能够让人感觉到涉骨的恐惧 所以这选择当真是不能有丝毫松懈和麻痹的 佐亚棠深呼吸了一下 他不过是个普通的茶花作家罢了 不过 是偶然外出散步的时候 走到那条小乡 却发现影子被强行带入了这个公寓 但是前根本没有经历过什么大方大浪 写字只是这种残酷至极的恶魔游戏 简直就好像是恐怖电影的剧情一般不真实 然而 他进入公寓那段时间 正好是罗兰和小叶子联手进行影子试验的单口 他亲眼看到脱生生的人碎裂成一片片的碎花 花成灰烬 那一刻就把他吓得魂不附体 平时都不敢离开公寓半步 生落 死落 佐亚棠从铁层的口袋中取出了住户会议下发的写字解析表 上面楼里了大量的经典写字解析 包括幽水村 银月岛 五叶八市 六个人偶 信 魔官 等等的写字 其中都反复提及生路和死路等问题 敏据 匕首 到底想哪一个 还是说 我都选 佐亚棠对绕了以前的写字 想要找出点蛛丝马迹来 但是很可惜 这种抱佛脚的做法毫无用处 事实上公寓绝对不会给出相同的写字 虽然可能会有类似的思路 但是想要互相套用经验却是痴心妄想 说到底 说到底 也只能搞那变态到极限的发散性思维 外加一些运气才有可能摸索到生路 幻眼之宝 除了智商以外 大胆 心细 甚至具有充分的想象力 也是找到生路的关键 索亚棠继续看着那面具和匕首 目前看来 两者可能一为生路 一个为死路 那 哪个是生路 哪个又是死路呢 面具看起来 甚是诡异 所以让他感觉到很可怕 但是这并不能证明 面具就是鬼呀 也可能是公寓刻意设置的陷阱 那么匕首呢 会不会鬼就附体在匕首上面呢 这么看来 还真的很难决定呢 如果将两者都戴上 后果是如何 太难以决定了 虽然就算死了 也还有一次复活机会 可是那也是建立在自己身处多数派的前提下 一旦处于少数派 那么就不再有任何机会可言了 面具 面具 闭手 面具 闭手 搁着鼠标 多亚堂 绞尽了脑汁思考着 却也是不知道该如何去选择 毕竟这是生死抉择 谁也不敢随便去赌博 罢了 写面具 死了的话 大了 重来一次 他狠狠地一拍桌面 再度深呼吸了一下 做出这等选择 左亚堂也是费尽了心思 他认为 面具的诡异太明显 必然有诈 明知有诈 还跳进陷阱 他还没有那么傻 所以 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 面具 天下来回车见之后 他却没有如实重复的感觉 心却是缓缓地下沉 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选择了一条死路 但是现在已经无法后悔了 电脑屏幕的静态 立即变成了动态 千千扶下身子 将他匕首一把拔出 随后扔在地上 将面具捧在了手心 也不多说什么 就收入了怀中 继而站起身 跟着凤武 阿简和深海三人而去 石桥很快 就走到了中心 桥两边看去 这条被冻结的河流 也是相当之宽阔 若是流动的时候 只怕 也是一条急流 只可惜 天色太暗了 所以 这条河流到底远远到多长 也是实在难以判别 手电筒的光辉 毕竟是实在有限的 说起来 今天天色还真的不是一般暗呢 深海突然抬起头地说道 虽然说 现在是隆冬时期 但是也太暗了 几乎看不到一点星辰 也没有月亮啊 如果我们手上没有手电筒 那不是什么都看不到了吗 此时的千千接口道 大概是乌云比较多吧 现在天气变化 也是相当混乱 我们还是小心一些吧 终于 石桥走到了底 而对面的情况 更加不堪 根本没有了 所谓的路 凋零的树木 和杂乱的石块 没有规则的陈列在前 如果贸人前行 只怕医护都是要弄脏弄破了 手电筒照过去 实在是让人不禁皱起眉头 凤舞打着手电说道 大家都小心点吧 希望能够找到一些当地的人家 如果可以借宿的话 然后明天呢 我们一起下山去 可惜 这里手机也没有信号了 否则我就可以联系我们家的人了 是啊是啊 阿点也点了点头说道 凤舞啊 你如果有事的话 只怕是出动直升飞机 搜救也是没有问题的 偏偏手机这时候没有信号了 直升机 倒没有那么夸张了 别说了 还是快走吧 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是如何呢 凤舞却是摇了摇头 凤舞等人继续朝前走去 由于树木太过密集 而且许多石块 跌得在地面上 导致根本无法正常去行走 要么一会儿搭上高高的岩石 一会儿要走下坡 有时又时不时的擦过了树干 弄得所有的人都是狼狈不堪 八 凤舞固然被一根树干挂到了手臂 紧接着 他手中所拿的手电筒 也是立即掉落在地 随即滚入了一个洞穴的缝气中 这 凤舞低下头想去寻找 阿简连忙蹲下身子 帮他照亮一下 然而 手电筒掉了一个洞穴的深处 而洞穴入口太过狭小 根本无法将手伸进去 举出那手电筒 算了吧 阿简将手电筒递给了凤舞说 凤舞 这手电筒还是你用吧 没关系 我和今天一起用就可以了 这 凤舞露出犹豫的神色 接着点了点头说 嗯 那好吧 谢谢你啊 阿简 没关系的 平时凤舞你总是帮着我 我长得也不好看 个性啊 也自闭 只有凤舞你会好好的和我相处 什么地方都会带我去玩 这点不算什么 其实阿简并不能说是长得不好看 只是他脸上的那些雀斑破坏了原本的美丽 如果能够除去雀斑的话 那么就会好看很多了 接过了手电筒 凤舞重新站起 绕着前方 而阿简则是站在千金的身旁凑近了他 说起来凤舞的确是对阿简你特别好呢 千金看着凤舞的背影开口说道 虽然吧是明明的大小姐 不过就一直都没有大小姐的架子呢 不过据说呀 他父母已经安排好 说是一毕业 就马上让他和另外一个大财团的独生子相亲结婚 凤舞因为这件事啊 一直都很抵触呢 什么 凤舞好像有喜欢的人了 虽然我不知道是谁 但是他也多半是因为这个原因 才不想接受相亲结婚吧 哎 这豪门小姐也未必就是好啊 珍海也是凑近过来低声地说道 那 阿简似乎沉思了一会儿 然后说道 那 凤舞喜欢的人是谁呀 不知道呗 应该是我们班的人吧 被凤舞喜欢的人肯定很幸福吧 凤舞又漂亮又体贴 而且还是千金大小姐 对了 你说 会不会是修罗呀 阿简又说道 深海一愣 修罗 那个不男不女的家伙 谁知道呢 不过 大家很快 没有闲情意志 继续讨论这些了 随着地区的深入 大家也是开始沉默了起来 道路丝毫没有平坦的迹象 路面也是更为的陡峭起来 而就在这时候 这是什么 凤舞将手电筒照向了地面 他无意之中发现了什么 在电脑屏幕上 那光照耀的地方很快呈现而出 地面上竟然散落了一大堆的纸钞 一开始住户都以为 那些纸钞是游戏中的货币 因为没有一张是人民币的样子 但是仔细一看的话 却是让他们都感觉到内心的冻结 那是 民币 一张张民币就这样洒包在地面上 仔细看去竟然一直延伸到了远处 散落在各处的民币 不禁让人感觉到不寒而栗 怎么回事啊 阿典也是跟了过去 随即看到地面上的民币 也是惊讶不已 不会吧 这是民币吧 难道这附近在做丧事吗 看到了这一幕 紫叶和小叶子都是坐着了身子 仔细看着那民币 那些民币数量相当多 满地都是 紧接着画面静止了 新的选项又出现了 这一次 紫叶小叶子 佐雅唐 普行冤死人都是必须选择 拿五十张民币 第一 第二 拿一百张民币 第三 不拿一张民币 第四 拿一百张民币 然后烧毁 这个选择的出现实在太突兀了 让大家都是 叶在了当场 拿民币吗 干嘛 要去拿民币呢 难道说 接下来要进入阴私的地狱吗 需要拿民币买东西不成吗 或者说 民币 就是生路吗 紫叶又拿起 孔泉水 喝了一口 他看着这四下 盯着那地面上的一张张民币 并没有露出 光暖之色 而小叶子 则是脱了下巴 凝视着电脑屏幕 左手的指指不断起到几着桌面 现在 四名住户 都是陷入了一个僵局 左亚棠刚刚经历了选择 匕首还是面具 如今 却要选择 是否要拿民币 或者 烧毁一百张民币 怎么看 都是令人毛骨悚然 再继续走下去 鬼的出现 只是迟早的问题罢了 可恶 又不能问别人见义 不 不对 我可以问他 左亚棠差一点忘记 他是夜雨萌的人 现在可以打电话给银业 问一问他呀 一想到这儿 就兴冲冲的取出了手机 然而他表情立即凝固起来 没有信号 居然和游戏角色是一样的 手机没有信号 也就是说 根本不可能向公寓的住户求助了 他忽然明白过来 安排在这个落云山上根本就是一个陷阱 就是为了断绝住户向公寓的住户求救的可能 这一点 其实其他的路户也都陆续发现了 明白了安排在落云山上玩游戏的原因 他们之前就在想 其实只要随便找个废弃的网吧 就可以玩这个游戏 何必到那么远的山上去呢 现在才明白 是出于这个目的 不过也因为这样 让住户获得了一个新的情报 那就是公寓对鬼限制 果真是在游戏内部 除非出现游戏角色死亡 否则不会搏击到现实 毕竟以前也是经常出现 住户在写字执行地点 无法用手机通信的情况 但往往不是在手机信号被隔职的场所 而现在却需要物理环境来实现这个 也正是说明了公寓的限制所在 但是这对住户而言毫无意义 一旦在游戏中死亡 限制中自然也无法信任 这种限制也根本没有多大作用 最多就是保证 游戏过程中 住户不会被某个鬼突然冲进房间杀掉而已 民币的选择让大家都是左右为难起来 此夜到现在依旧是一副沉思的状态 小叶子也是依旧用手敲击着桌面 而浦星娟和左亚唐两人 就是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所措了 那么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各位继续关注地攻率第323集 游戏12 欢迎继收听地攻域第323集 游戏12 是拿民币 还是烧民币 还是不拿呢 无论选择哪个 都好像是一个明显的陷阱 这样的选择实在是一种身心的煎熬 而第一局就让人如此棘手 后面那几局该怎么玩 光是想一想就让人腿软 如今连求助公寓内的住户可能性也被断绝 难道真是变成了俄罗斯轮盘赌不成吗 但是生路提示呢 公寓不是都会给出生路提示的吗 还是说生路提示被他们忽略了呢 左亚唐开始回忆起之前的一幕 思考着究竟什么是生路提示 哪里有提示呢 如果没有生路提示 这就是一个纯粹的概率游戏 不符合公寓制衡写字难度的风格呀 左亚唐拍来拍脑内说道 对啊 一定是有生路提示的 不会只是个概率游戏 如果靠瞎懵 这有什么意思呢 对 一定有提示的 一定有 但是 提示 又是什么呢 虽然经历了不少事情 可是 无论哪一条都无法作为是否选择民币的组政 普星渊也同样是想到了这一点 但是 他思考着 前面的所有人说的话 都想不出来 哪里包含有生路提示呢 二零一时 紫叶继续看着眼前的四个选项 以及眼前的键盘 手指高高悬在空中 就是不敲击下去 他此刻面容淡然 并没有丝毫 具意流露 千禧的手指忽然垂下 按在了某个字母之上 这是一个相当难以做出的选择 民币 会是生路还是死路呢 一般而言 民币是烧给死者的钱币 为了让死者能够得以安息 可是 现在的情况 却是让人不知道该选择哪一个更好 是拿一部分民币 还是烧掉一百张民币呢 拿走民币 或许会触犯某种禁忌 而导致死路被触发 而烧毁民币 也一样有可能导致这种结果 说到底 无法用常识来判断 什么是死路 什么是生路 一切似乎都要靠运气来瞎摸 这完全就不符合一贯出现生路提示 让人加以选择的情况 这种反常的现象 却让住户们难以抉择了 佐亚唐和普星渊 都是坐在电脑前 苦思冥想 不断地考虑该怎么去做 而神谷小叶子也是迟迟没有选择 可恶 普星渊真恨不得 敲碎眼前的电脑屏幕 他是第一次执行写字 本来就已经紧张恐惧到了起点 如今连和其他住户的交流都无法办到 光靠他一个人去想 却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做出任何选择 他感觉 无论选择哪一个都有可能触发死路 拿民币 还是收民币啊 普星渊绞尽脑汁思考着 他也知道时间正一分一秒的流逝 可是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拿 还是收 我 我该选择哪一个啊 啊 普星渊的额头伸出了汗珠来 恐惧让他的心不断地下沉 此时完全没有了选择的勇气 写字的规定必须在限定时间内玩完这个游戏 游戏结束的方式只有两种 一 是玩到最后一局 活到最后 第二 就是十二个人全部死亡 在这过程中 根本无法拖延游戏进程 限定的时间也就意味着拖延一分钟 就会有一分钟的危险 选 选 普星渊最终咬紧牙关做出了选择 烧吧 烧一百样灵弊 也许 这要算是超度 这里的亡魂了吧 拿了灵弊 搞不好 鬼会反而追过来 一想到这儿 于是他选择了 地 而左亚棠和普星渊更加的煎熬 刚才选择了面具 他心中则是越来越后悔 因为面具有太多未知因素 也不知道选了这个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正因为不知道 所以会犹豫 彷徨 恐惧 对住户而言 有可能亲手触发死路的恐惧 一直支配着他们 对于首度执行写字的住户来说 心理素质本身就不过关 更难以执行这种对心境要求极高的写字 算了 拿 拿一百张 民币吧 烧掉民币 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会不会触发死路 只是拿走一百张民币 想来不会有事吧 对 不会有事的 左亚棠深呼吸了一下 然后说出了这番话 其实 这段话完全没有逻辑可言 但是左亚棠已经被逼迫到精神接近崩溃 这番话不过是自我安慰而已 其实 选择哪一项 他都可以找出些理由来说服自己 还没有做出选择的 只有神谷小叶子了 他看向电脑屏幕上的民币 以及那四个红色字体的选项 手指已经在字母键上不断徘徊 却迟迟没有落下 他的目光一直锁定着 那民币 同时看了看身旁的墙壁 最后他睁大眼睛选择了C 选择不拿民币 终于四个人都做出了选择 普行渊选择地 烧掉一百张民币 左亚棠选择B 拿一百张民币 小叶子选择C 不拿一张民币 而子叶选择的也是币 拿一百张民币 游戏继续开始 凤武蹲下身子 看着那些民币 若有所思 这些民币 难道修楼的大凶占卜 有道理吗 算了吧 我先拿一点吧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阿检却是露出狐疑的神色问道 凤武 你为什么拿民币啊 好吓人的 你不懂啊 这么做是为了一方万一 凤武却是回答道 那我也拿吧 浅浅也是随着凤武蹲下身子 捡起一张张民币来 而生海则是一开始捡民币来 唯有阿检一个人还在那儿站着 用非常不理解的神色看向他们 其实 游戏角色的行为 确实不符合逻辑 阿检的做法反而显得最正常 神苦小姐选了不拿民币 看着屏幕 让普星恩很是惊愕 他 他为什么 为什么那么做 他难道认为 A和B很相似吗 所以都是死路 C最为稳妥 所以那是生路吗 可是民币的数量 也许就能够构成 生路和死路差别呀 他不会是没有想到这一点吧 佐雅棠也一样很惊讶 他最初还以为 八点等一会儿也会来拿民币 可是他依旧站着一动不动 让他疑惑了起来 神苦小叶子绝非常人 那为什么会选择C呢 莫非他看出了什么端倪来吗 可是又没有办法去询问他呀 这让佐雅棠非常的不安 就好像是一场考试结束后核对答案 发现自己的答案和一名优等生的答案不一样 内心就会怀疑自己做错了 将优等生答案 潜意识中和正确的答案等同了 人或多或少都有这种盲从心理 普行渊和佐雅棠都开始怀疑 莫非C是正确的选择吗 还是说神苦他也无法推断 最后导致瞎蒙了一个答案呢 怎么想都是无法去理解 这个时候屏幕中的凤舞忽然说道 阿简 你不知道也不奇怪的 正所谓棺材里伸手死要钱 有钱能使鬼推磨吗 如果今天真有大型之事 拿一些民币在身 也可以防患于未然呢 不 我才不拿呢 这太诡异了吧 不行 你们要拿 你们拿吧 阿简此时拼命地摇着头说 这个时候 真海已经拿了一百张 他反复点了一下数目之后说道 我看还是坐在车里一点吧 这里或许真有孤魂徘徊呢 不如烧一点钱给他们 好让他们安息 别来找我们了 一收到这儿 他就取出杂火机 点人了民币 凤舞和千千都是拿了一百张民币 然后收好放在了身上 凤舞重新打开手电说 好了 继续走吧 地上没有拿的民币 依旧还有不少 现在想来 如果另外两辆车的人 也选择中间这条路而来 那么也可以拿到足够数目的民币 继续朝前走下去 每个人都是心里忐忑的 子夜依旧认真看着电脑屏幕发生的一切 面容依旧没有太大的表情波动 而小叶子也差不多是同样的表情 好像只是在下一盘悠闲的棋局而已 相比之下 普行恩和左亚棠就显得恐惧多了 一个是烧了民币 一个是拿了民币 神医不知道自己选的是生路还是死路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完全难以预料 毕竟就算有一次复活的机会 谁也不希望死掉这一次 路越来越开阔了 虽然还很坎坷 但是道路已经开始逐渐畅通见 不会有那么多障碍物出现 而随着路面的延伸 很快他们看到了 前方出现了一大片开阔地带 越来越一个高婆走下 就看见前方几百米处 一了无余 出现了一座座房屋了 哎 有人家了 凤武顿时显得很兴奋 急忙跑了过去 后面的三个人也是面露喜色 也是一起跟了过来 这些房屋都显得很破旧 墙体都有了明显的裂痕 靠近一看就发现 很多地方门都是大开 窗户内毫无灯光 这 怎么回事啊 凤武脸上兴奋的表情开始退去 这个村子看起来似乎是被废弃了一般 周围的建筑 威力外的 全部都没有人在 这里也是没有灯光啊 阿简朝着附近的房子看了看 随意他皱起眉头 那现在该怎么办 再继续咱咱咱看吧 凤武明显不甘心 没有能够找到住宿 然后他说道 看我们能够找到住家 哪怕一家也行啊 到了这儿 住户都是寒毛倒树了起来 这个地方自然就是那恐怖的不归村了 终于进入了 这个地方将展开这个游戏最为恐怖的一幕 而这一幕似乎早在小叶子和紫叶的意料中 两个人都没有任何的反应 而左亚唐和虎行渊 确实有些内心消沉 虽然知道可能性不高 但是还是抱着一丝希望 希望当初车子所进入的岔道 可以绕开不归村 成为一条生路 但是这个微小的希望 现在已经彻底破灭了 终于还是进入了不归村 不过这个村子看起来 如同被废弃了一般 让人不禁和灵红蝶中的街神村联想到了一起 一想到灵红蝶来 游戏的恐怖场景 立即在脑海中升腾而起 虽然这个不归村目前还没有出现鬼 可是在住户的想象力之下 已经是膨胀到了极限恐怖的地步 事实上 人因为恐惧而产生的想象 就已经仍让人陷入恐怖而无法自拔 鬼越是不出现 越是毫无踪迹 反而越是可怕 甚至祝福内心都有一丝潜意识 隐隐地希望鬼能够早一些地出现 那样好掌握一些深入提示的建筑 而此刻却是只有面对这个凄凉寂静的村子 阿简走到了一座房屋前 墙体已经裂开了一大半 足够让人走进去了 他朝里面一看 却是立即露出极为恐惧的表情了 阿简传来了一声尖叫 一直以来 游戏角色都不会发出声音 而是用字幕来替代的 然而阿简的声音全是传了出来 好在墙壁的隔音似乎还不错 所以只有子叶等四个人听到 其他八个人完全没有听到这个声音 尖叫传出的时候 把普星针和左雅党两人都是吓得魂不负体 差点酸到了桌子底下去 小叶子直起身子 生物死死盯着眼前的电脑屏幕 只见那裂开的墙体中看去 室内倒着一具 戴着一个白色面具的遗骸 是的 海骨身体已经化为森然白骨的尸体 海骨出现的瞬间 子叶脸上的淡然也是悄悄褪去了一些 双手是指相够 视线直直看响的骇骨 而小叶子更是正经微作 一直敲击着周面的手指也是停了下来 双手合拢拖住了下巴 而左雅党和普星针的反应大致是相同的 都是瞪大了眼 心脏砰砰直跳 两人毕竟都是第一次执行写字的注目 都没有见过真正的鬼 此时此刻都是面色苍白 战战兢兢的 这 这是什么呀 看着那倒在地上的白骨尸体 以及脸上的白色面具 左雅党首先就是整个人直立而起 双目瞪得有如铜铃一般大 面具 是我身上的那个面具吗 这和之前自己选择拿的那个面具 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他本来就在担忧 那面具究竟是生路呢 还是死路 如今 看着这具白骨带着那个面具 更是心惊肉跳 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不是踏入了公寓的陷阱 而对其他人来说 都是首次看到这个面具 那个面具看起来很是古怪 古怪的地方就在那张嘴 嘴巴笑得弧度相当的古怪 仿佛在明笑着一般 这让人不禁感觉到浑身的不自在 白骨 看来这村子被遗弃了很久吧 凤武照着那身体说道 那个面具 好古怪的感觉呀 阿简 则是躲在凤武身后 大气也不敢出 至于深海和千千两人 也是表情僵硬得很 那么与之后事如何 来请各位继续关注 第公寓第324集 游戏13 欢迎继续收听 底公寓第324集 游戏13 等等 不对呀 西月山被开发之后 应该没有村落出现了吧 而且这一带都被开发过 怎么还会留下这个遗弃的村落呢 还有这个白骨 凤武忽然想起了什么 感觉好怪呀 阿简露出了 忧虑的神色 我 我们还是走吧 这个地方 真的好奇怪呀 不 都走到这儿了 再回去能做什么呀 继续走走看吧 也许 能有什么发现呢 凤武却是摇了头 凤武 我还是感觉太古怪了 刚才一路上看到那么多民币 散落在地上 现在这里又看到一举带着面积的白骨 还有这个村落在地图上根本就不存在呀 太奇怪了 这一切绝对不正常 这时候 神海也是劝说道 前前也是劝没道 嗯 对呀 西游罗的卦说 真是会算准了 你考虑清楚呀 这 还是再看看吧 这么回去 也找不到下山的路啊 天气这么冷 难道让我们再山上过夜吗 凤武看起来 很是有些犹豫 这 紫叶看着屏幕中的凤武 目光不断盯着他背后的白骨 将矿泉水瓶拿起来 又是喝了一大口 从始至终 他都非常安静 他 他 惬意地双眼 将他那本 就美得 无可挑剔的五官 笼罩着一层 知性的色彩 电脑屏幕中 深海和千千 勉强答应了 而 阿简 则是 依旧 看起来心有余悸的样子 凤武看着去 明显 也很不安心 他继续 打开手电筒 朝着前方 走去 地面布满了沙 周围不时传来 风呼啸而过的声音 这等氛围下 游戏角色 也都是露出了相当恐惧的神色 附近几座房屋 都是门户打开 明显很破坏 啊 阿简忽然大叫了一声 他看向前面一座房屋 大门口前 就导着新的一具白骨 而同样的 那白骨也是戴着面具 喂 喂 你们看呢 方武忽然注意到什么 走到那白骨的前面 蹲下身子 将手电筒 照向那白骨的右手上 那一听话为 白骨的右手 居然正紧紧抓着 十多张 铭币 这 这是 这是 隔骨 我们拿到过 拿到过的 铭币呀 我的天哪 真的是 啊 深海这时候也走了过来 目光更是 骇人不已 好 好可怕呀 前前也是后退了好几步 风五 我们还是走吧 快走吧 好吧 马上走 离开这儿 凤五终于也不再坚持 他们脸上的急迫之色 谁也都能够看得出来 但是住户却是很清楚 走 怎么可能走得了呢 等一会儿就会知道 这个地方只能进 却无法出 四个人 调转着方向 朝着来时的道路去 然而 他们却没有一个人记得 刚才走过的路径 发现越是走 周围越是陌生 不知不觉 竟然 迷路了 风五停下的脚步 看着周围的破败房屋说道 喂 怎么回事 我记得之前 是 不对呀 哎 这里 这里是哪儿啊 我们刚才 走的是什么路啊 是这条吗 还是 还是走错了呀 天天左右环顾着 一人疑惑的样子 我也不记得刚才是怎么走的了 我们 我们接下来 该怎么办呢 啊 阿田也是露出了一脸无助的表情 游戏玩到这个时候 谁都知道 高潮即将来临了 接下来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都不会感觉到奇怪了 紫叶将矿泉水水瓶的瓶盖打开 然后在手心 撒上了一点水 紧接着 他将手指 扶在上面 取出了手电 照亮了桌面 用手指在上面画出他们进入村子后一直以来的路线 以及刚才走过的路线 他画得非常快 只过了十多秒就画完了 他看着电脑屏幕中疑惑的几个人 又看着自己画出的路线图两点头 桌面上画出的两条路线明显不一样 同一时间 小叶子 好害怕的说 就是啊 难道是碰到龟大墙了吗 什么龟大墙啊 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 凤舞虽然脸上也是惊慌 但是还是强坐镇定的说 我 我好害怕呀 凤 凤 凤舞 我们该怎么办 我好怕 我好怕呀 阿简扯着凤舞的衣巾 眼泪都快掉出来了 凤舞抓了转额前的刘海 我怎么知道呢 算了吧 我们还是去找找看吧 修罗在的话可就好了 他也许可以帮我们算卦呢 听说啊 修罗的父亲是研究风水玄学的 早知道凤舞 你就该听修罗的话了 现在算什么呀 天天有些埋怨的说道 凤舞的脸上 闹出一丝的怒容 什么玄学呀 我才不相信那种东西呢 你们也是啊 不过是白骨罢了 有什么好怕的 人的皮囊下面 不都是白骨吗 可是 你也看到了 哪有白骨 还抓着民币不放的呀 这 这正常啊 而且 我们来自路上 还在路上看到那么多的民币 还有 那个面具 天天 继继续说着 凤舞一浪 笨头 面具 面具怎么了 啊 不 不不 没什么 算了吧 你 你当我没有说过好吧 天天摇了摇头 好了 好了 大家都冷静一点 啊 我们 我们现在个这样子 也不行啊 我们还是冷静一点啊 啊 冷静 想办法找他回去的路 然后呢 回那栋石桥 重新上车 去找修罗 红夏他们 说起来 我记得红夏的车 是回到隧道里去了 啊 深海这时候 开始打圆场了 凤舞叹了口气 哎 也只有这样了 我们再试着 找找看吧 我就不信 还真能是什么鬼打墙了 又走过几座房屋 却发现路越来越陌生 而这一切 住户都是一不理所当然的表情 如果他们能够走出去 住户反而会比较惊讶了 他们估计 下一个选择就要到来了 而接下来 只怕是要有人死了 走过眼前的房屋 他们就看见 前面的地上又躺着三具白骨 白骨无一例外 都是戴着白色面具 而白骨的手边 也是散落着一大堆民币 诡异的是 三具白骨在地面上 手都是向前伸去 几乎凑在了一起 而中间部分 就是那些民币了 看起来 好像三具白骨 在抢夺着民币一般 这个时候 选择了拿民币的佐雅唐 脸上顿时 失去了血色 看起来 鬼是要抢夺这些民币的 那么千千身上戴着民币 难道会被优先攻击吗 千千如果死了 那么佐雅唐之的 自己也会死 面具 那面具 不知道 我选的对不对啊 如果那面具是生路 也许 我还能够有一线生机 对啊 还有希望 我还有希望 他此时 还有一丝希望 虽然嘴上那么说 他 已经是浑身发抖 看了看手表 游戏开始 已经过去了三刻钟 这第一局 也许快结束了 一旦结束的时候 死的人 只有自己 必定被所有住户抛弃 这一点 绝无任何的意外 那么 他最后 就要面对的是 不 不行 上天保佑 上天保佑 保佑那个面具 是生路 保佑啊 佐雅唐此时 喘着粗气 天 凤舞倒退了好几步 面如土色 而阿姐 也是捂住了嘴 吓得哭了出来 深海和千千 也是不断的后退 这样子 太过诡异了 如果那不是民币 而是真正的钞票 那么 这场景 倒还能够理解 可是 白骨的手 竟然朝着民币伸过去 一副 要抢夺的样子 任谁去看到 都会感觉 骇人无比的 千千的身体 不断后退着 结果 他碰到了 后面一座房屋的门上 正人没有站稳 跌了进去 他倒在里边 随即站了起来 这是个很狭小的房屋 而他 赫然发现 在他身边不远处 也有着一具 戴面具的白骨 而那一具 白骨 手上却是没有着民币 而是抓着 一张照片 这 这是什么呀 其他三个人 也是听到动静 冲了进来 看到了那具白骨 那白骨穿着一件宽松的长袍 脚上还穿着图鞋 而他手上的照片 也是在手电的照耀下 映入众人的眼帘 住户里面 也是看见了哪张照片 紫叶的目光锁定着照片 这间上面是一个雾气满意的地方 周围都是一些古怪的墓碑 照片周围有着一个若隐若现的身影 看不清楚是什么 凤舞 雅异的说道 这 这是 这是 本地吗 我想起来了 十几年前 西域山上的 一些村落 还是实现土葬呢 看不清楚啊 看不清楚 照片上 那人是谁啊 千千也凑了过去 想仔细看个清楚 但是照片中的雾实在太浓了 所以难以辨别那个身影 只是 那身影感觉像是低着头一样 凤舞将那张照片抽出来 放回身上 行了 走吧 走出去之后 画面突然暂停了 接着四个选项出现在 紫叶等四个人的电脑屏幕前 A 朝前面走 B 朝后面走 C 朝左边走 D 朝右边走 画面暂停同时 每个人都看清楚了 电脑屏幕上 十次路口式的 四条道路 四个人 还来不及反应 却忽然发现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 那本来在地面上的三具白骨 竟然只剩下了一具 公寓 公寓内目前为止 还是无法获取任何情报 银叶和银语二人在1404室内进行着这次写字的讨论 银语揉了揉眼睛 看着眼前的纸说道 虽然说是加入了叶语盟的人执行这次写字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来问我们皇帝等人的情况 他们毕竟都是我们这个同盟的人呢 说到底 这个写字的生路是什么呢 你认为呢 要不要我们一起去问问李颖看 银叶的手转着一支笔 这 你也看到了呀 李颖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怎么去问他呀 就连子叶在他面前 不一样都是 银语却是摇了头 哎呀 我看哪 未必 你以为李颖真的是彻底放弃了吗 银叶确实用不知可否的口吻说道 怎么 能要不是吗 这时候我不认为他是那么容易放弃的男人 我进入公寓的时候 李颖也是刚进公寓 没有多久 他虽然一度很惶恐 但是还是咬牙签吹下来 靠着求生意志 一次次彻夜和我研究写字 和他一起执行夜山湖钓鱼基地那次写字的时候 我就对他印象很深刻了 那个男人 他不会轻易放弃自己所执着的事物 虽然和他一起举行写字 只有那一次 可是他却绝对是个了不起的男人 银叶确听到这儿 若有所思的看了看银叶 没想到你还那么欣赏 那是男人 他是楼掌吗 银叶也端着手中的事 上面记载了这次写字的全部内容 已经进行了很多假设和解析 但是目前还没有得出生路的证据 银叶此时又说道 李尹 他如果真的没有放弃 就该和我们一起讨论吧 你还记得吧 紫叶当初执行第四次写字的时候 李尹为了他担忧到了什么地步 也和我们一起拼命地想写字的生路 还是那么在乎紫叶的人呢 而且为了他付出了很多很多 那走吧 我们一起去见李尹 公寓403室内 此时书房的灯大亮着 李尹正在书桌上 在一张张草稿纸上进行着计算 是这样吗 还是说 不对 应该是这样吧 地上不断散落着 密密麻麻的草稿纸 上面都是各种各样的计算 两条是生路 两条是死路 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说生路提示就在这里面的话 也太奇怪了一点 说到底 忽然外面传来了门铃声 李尹立即站起来 有些错误 走出书房来到了客厅 快步来到了大门口 将门打开 而在外面的两个人是银业和银语 吃东西了吗 银业手上提着一个塑料袋 我在我的房间 电力贴上面 取出的食物 还是吃一点吧 你都上成什么样子了 啊 李尹却是冷冷地回答 和你们没关系 我说过了 这个公寓的一切都已经和我 喂 李尹 银语忽然盯着李尹的手说 你手上有很多水笔滑或痰迹吗 看来写了很多东西吧 你 我没有 李尹将手拿到了后面 尹尹静止走进去 将客厅的灯打开 总之啊 你吃点东西吧 我知道 你憎恨这个公寓 但是没必要和自己的身体过去吧 对不对 可尹尹 这个和你没有关系 李尹急步走来 刚要开口 然而尹尹却是冷力地扫射了他一眼 那么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各位继续关注 第公寓第325集 游戏14 欢迎收听第公寓第325集 游戏14 别这回要死要活的样子 我和尹尹也是这公寓的住户 我放弃了吗 尹尹尹放弃了吗 说到底 你认为 我们坚持到今天是为了什么 我们走在这条路上 死的人已经够多了 我可不希望增加一个忧郁之死的 尹尹尹也走过来说道 是啊 你该为子叶想想 他和李一样都很恐惧痛苦 你不该这么对他 其实 你不是还很关心这子叶的吗 你根本没有真正的放弃吧 灯打开之后 李一的面目清晰展露而出 他此时 可以说是烹头垢面 脸上都是胡子 面色苍白到了极点 身体也瘦得犹如竹竿一般 这副形象 如果换一身破烂点的衣服 那简直就是个乞丐了 银叶撕开了袋子 取出里边的油条 豆浆 还有一碗皮蛋瘦肉粥 放在了桌子上说 先吃吧 吃了东西的话 思考问题起来 也比较容易 不是吗 就这样 李一寅坐了下来 看着桌子上的食物 脑海中浮现着紫叶的面容 他对紫叶是付出了 全部的真心和爱的 他是那么深爱着他 那时候他想过 他后悔了付出三次写字给他 但是 那想法只是一时的错觉罢了 冷静下来后 就会发现 那个选择 虽然牺牲很大 可是 毕竟是出自他对紫叶的爱 他不想 否定自己对紫叶的爱 因为 否定了这一点 就等于否定了他自己 他喃喃的说了一句 紫叶 他 他对我来说 行了 是吧 银叶在桌子上 放上筷子说 别撑下去了 你母亲的事情 我很难过 但是 还是尽早让他的骨贵入土为安吧 你也知道 鬼是存在的 难道 你想让你母亲变成孤魂野鬼吗 我知道 我知道的 李尹拿起了筷子 接着 李尹开始吃东西了 他 风筝残云一般 将桌上的食物一扫而空 取出了餐巾纸 擦了擦嘴 然后他说道 好了 你们来找我 是想问这次写字的事情吧 我到现在 也没有看出什么来 大家一起想啊 三个臭鼻匠 可以挺一个的过量呢 银语笑眯眯的说道 看到李尹你 恢复了 我很高兴呢 我很喜欢紫叶 无论如何 都不希望他死 我们一起帮忙吧 无论如何 都想办法救他 手机虽然打不通 但是 我们试着 将想出来的声音路 发到子爷的电子邮箱里面吧 他们 不是都有电脑吗 能用邮箱的可能不高吧 既然 让手机的通信被阻止了 算了 就当是一个希望好了 哎 李尹 你对这次写字怎么看呢 银翼也说道 李尹 立即开口了 交换情报被阻止 我从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一点 为什么连提供建议都不允许呢 不允许干扰住户执行写字 这一点在写字中提及了两次 第二次还详细解释了一番 说得那么啰嗦 看起来是为了不让住户有任何机会 可以阻止别人投票是否保存这点 但是 为什么连执行写字 给予建议都不允许呢 这句话一出口 自然是让人为之动容 银翼点了点头问道 嗯 你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呀 不过 我不明白 如果说禁止交换情报 是为了制造某个陷阱的话 我只能想到 是对他们进行了某个 一旦交换情报就会被拆穿了陷阱 你认为呢 李尹 不 你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你认为 连篡改记忆都可以轻易实现的情况下 还需要进行这种方式来欺骗住户吗 李尹却是直接的摇摇头 甚至 只要让住户分隔距离更远一点 就能够轻易的做到欺骗住户 在物理上实现情报交换禁止 也就是说 如果情报交换禁止是有必要的 根本无需通过写字来禁止 让住户发现这个问题 也对呀 哎 那么 你认为是为什么呢 尹业沉浸了一番 开始问道 李尹忽然说道 如果反过来去考虑呢 如果住户在允许给予对方建议的情况下 甚至可以事先商量好怎么进行选择 那么 会如何呢 你认为在那种情况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个 你你想到什么吗 有过一些猜测 但是还需要验证了 因为我的情报不足够 对 对呀 情报不足的话的确很麻烦 那 李尹 不如你说说你的看法吧 尹与也是开始问道 好吧 李尹组合了一下思维 然后说道 其实 并不是很复杂 如果将这一点考虑进去的话 禁止情报交换 也许是一条深入提示 如果我的猜测是正确的 那么写字本身就有着很多深入提示存在 很多内容都不是无用的信息 什么 那比如说 那比如说 李尹开始侃侃而谈起来 说到最后 他看了看众人说 明白了吗 写字中最后一段话 就一个地方 让人不得不注意 嗯 的确啊 这么说起来的话 这个写字简直就是 尹业看了看 然后说道 尹与的脸色也是苍白了起来 不可能实现的吧 绝对不可能啊 只要有一个环节受错 就也许会造成全灭呀 这样的话 真的可以活下去吗 对 如果真的就是深入的话 那也未免太过残忍 太过可怕了 只要有一个渡户死去 这个写字就有可能造出 多米诺骨牌的笑容 造成另外一批渡户的死 李尹最后做出了一个总结 真是残忍至极的陷阱 不过 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罢了 现在想来 也许不会那么可怕 正因为这样 我也没有给予紫叶发电子图件 三个人就这样呆呆的坐着 谁也没有说话 此时在言语疗养院内 看到电脑屏幕这一刻 大家自然明白了 那两句消失的海骨是怎么回事 而且这次的选择 只怕真的是可以 瞬间决定 谁生 谁死 开什么玩笑呢 左亚棠此时的脸色变得犹如白纸一般 他忽然想到 自己身上的民币和面具 或许就是能否保命的关键 选对了 可以活下来 选错了 那么就是 Game Over 十字路口 前后左右 某个方向 必须是必须有着鬼 我 我该怎么办呢 啊 浑身发抖的左亚棠 此时已经是恐惧到无以不加 看着电脑屏幕上四个选项 他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选任何一个都可能死 但是 又不可以不去选 椭言游戏进程 到最后无法及时完成游戏 影子诅咒 也不是开玩笑的 选 选 选哪一个呀 两条生路 两条死路 而消失的海谷 有两句 就是白痴 也该明白 是怎么一回事的 面具和民币 究竟该怎么办呢 本来 若是现实中 完全可以抛弃掉民币 但是 现在的情况 却是戒然不同 在不给出选择的情况下 它是无法左右游戏角色的行为的 那么 也就意味着 接下来 要么是选中了生路 一旦选了死路 就生成了那些民币 那些海谷 不 不要 索亚棠 面色阴沉 只怕自己当初为什么不选匕首 那匕首 刺穿了面具 说不定 就是条生路 而自己居然 硬生生 没选 生路 但 随之而来的 则是 他的不景 为什么没有发现 任何生路提示的情况 在这情况之下 他 该如何选择 才对呢 到底 该怎么办 才好呢 然而 他并不知道 其实 在那座石桥上 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看到的匕首和面具 其他单人也都看到 只不过 因为无法交换情报 他 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而紫叶选择了拿那把匕首 现在 匕首就在凤武的身上 他当时以为 其他人距离他 有一点距离 其实 他们 就在千千身后 不远处 用手键筒 照得很清楚 在千千 拿了面具之后 紫叶就操纵凤武 拿了匕首 而生海选择了面具 和匕首 都带走 但是 因为他的选择 慢了一拍 所以 他什么都无法带走了 而阿剑 则是选择了匕首 也是因为 慢了一拍 所以 什么 也拿不到 但是 这些场景 佐雅唐 都没有看到 目前的情况下 生海心中认定 拿了面具的千千 也就是 佐雅唐 只怕是 死定了 而匕首 在凤武身上 他 只怕 也会 活下来 可是 自己呢 他该怎么办 前后左右 十字路口 选错了 就代表着 踏入死路 没有人 能够轻易选择 可是 电脑屏幕上 根本无法看出 哪一条路 是生路 也就是说 现在 只能靠 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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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瞎 的话 就是有 二分之一的 几率 踏入死路 是生 是死 鼠标的 轻轻一点 一切 就将决定了 这种 这种严峻的选择 落在了住户头上 任谁都没有办法轻易做出选择 这样发展下去 如何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游戏呢 这个选择 就算 犹豫几个小时 只怕都没有办法决定 小叶子抓着鼠标 被使轻咬鹰唇 一双美眸满是一众之色 前 后 左右 这个游戏 怎么看 都是和俄罗斯转盘赌 无疑的玩命游戏 审错 就意味着从游戏中出局 当然 还有一次 是否保存竞争的机会 但是 即使有那样的机会 又如何呢 人 只有一条命 这么玩 有几个能活下来呢 而只有所有的人 都进行选择后 游戏才会继续进行 也就是说 没有任何办法可以知道 选择哪一条路 是生路 这完全不吻合 写字一贯的 难度制衡原则 很多人 都是考虑到 这一点 可是 即便是想到了这一点 现在 也完全是束手无策 思考的时间 飞速流逝 很快 午夜零点 到了 写字开始 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 而这个游戏 到凌晨三点 就会结束 也就是说 只剩下三个小时 可是 却连第一局都没有完成 到最后都没有完成游戏的话 一样是死 到了这地步 真的必须要选了 紫夜的天长手指微微弹起 最后按在了A键上 向前走 而小叶子也是按下了A 至于普行渊和佐雅唐 也是在看了时间之后 终于咬牙下定决心 一个按下了B 一个按下了C 随即 画面立即继续开始进行 四个人看到了这一幕之后 都是一声尖叫 随即 凤武朝着前方说道 大家分开逃啊 快 然后 凤武矫健的身影 就朝着前方直冲而去 而A键则是紧跟而上 深海和千千也一样 面露巨星 结果 深海朝着后面跑去 千千则是朝着左边跑去 四个人完全分开 自此 就看四个人到底如何能够逃过这一劫了 凤武朝前方冲去之后 绕开那具骸骨 然后头也不回的笔直前进 屏幕中两旁的建筑也是迅速倒退 看起来凤武的体育素质还不错 一路跑起来倒是飞快 完全不像是一个千金小姐 但是这速度没有任何意义的存在 周围的建筑依旧是破败房屋 偶尔会出现几棵树木 就在即将转过前面一个弯道的时候 凤武忽然跌了一跤 结果他在身体摔倒在地上 随即马上爬了起来 然而 手电筒在摔的过程中掉在地上 似乎摔坏了 周围立即陷入了一片黑暗 结果电脑屏幕上几乎看过清了 只能大致看到一些人影的轮廓 而从人影轮廓判断 凤武站起来之后 重新跑了起来 但是在这样黑暗中就算想要判断前路 也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 而就在这时候 在这可怕的寂静中传来了脚步声 那不是凤武的脚步声 那是拖着泥沙覆盖的地面 慢慢走来的脚步声 然而因为电脑屏幕的黑暗 那脚步声的主人根本看不清楚 凤武没有停下脚步 而是继续飞快逃走 可是忽然一声尖叫传来 凤武好像撞到了什么东西 整个人跌倒在地上 那脚步声越来越近了 越来越近 年龄一次直 感觉到大脑一片混乱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所扮演的角色 红像沿着隧道后面走去 他当时始终不知道前方等着他的是什么 可是当来到隧道出口的时候 他抱着期待 看到的却不是出口 也不是喜怒 而是更为震撼的东西 居然 是和之前 从隧道出去后看到的相同情景 完全一模一样的情景 还有那三条插道 这个隧道竟然 无论朝前还是朝后 都会来到同一个地方 年龄一难难说到 不归村 还真是贴近名字 也就是说 就算想退 也根本不可能办到 这也就意味着 只有继续前进 红像在走出隧道的时候 也是露出无比震恶的神情 他又朝后面看去 无法相信这一幕 而前面三条插道 该如何选择呢 不过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次游戏 没有让他进行选择 红像看在地面上 车轮的印记 一步步朝前行去 接着注意到 有两道车轮的印度 都是朝着左边去的 自然是修罗 还有星月等 于是 红像也是立即跟了进去 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他居然很快就遇到了 骆宾 星月 白红的车 因为他们三人的车子 竟然在路上抛锚了 白红则是一直在修车 红像追上的时候 三个人还没有把车修好 那么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各位继续关注 第公寓第三百二十六集 游戏十五 星月看到他的时候 惊喜地跑着过来 红像 太好了 遇到你 怎么 你回来了 这个 红像摇了摇头 我的情况 说了你们也许无法相信 我看不行了 现在是没办法修好这个车子了 我们只有想办法步行下山了 星月 我们当中你是自有主意的人 你怎么干 白红站起身来说道 星月沉思了一会儿 也罢 我们还是一起走吧 我记得修罗他们好像就是走这条路 不知道会不会遇到他们 此时路边还是断木杂草 以及各种临寻的怪石 加上这犹如被黑布遮盖的天际 四个人似乎也有点脚软了 星月将手电筒打开 车只有留在山上了 我们先走吧 看能不能遇到修罗和定谦他们 老实说 我们这些人里面 最觉得信任的人也只有修罗了 话是那么说没错 最后 最后四个人都是放弃了车 开始步行 最初似乎因为归心似箭 大家的步速都是不慢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家也都是渐渐走不动了 休息 休息一下吧 累 累死我了 我说 接下来 还要走多远呢 红夏将手扶着旁边一个枯木 谁知道 星月看向前方大道 的确是一望不见尽头 他继续又说 那 那就休息一下吧 别休息了 还是 尽快走吧 乐冰则是反对的说 天气越来越冷了 再讲下去 这怕我们都会冻出病来 天天手机没有信号 否则的话 就可以向山下求远了 真是的 现在说这些 也没有用了呀 我们也许不该出来旅行的 白红仰起头 看着天空 喂 红夏 能就告诉我一个人吧 你是不是经历了什么事情 你的脸色 从刚才到现在 就一直很苍白 你到底看到什么 是在那个隧道里面吗 星月这个时候 忽然走到了 红夏面前 悄声问了起来 红夏摇了摇头 不 那不是你们能想象的东西 你还是 别知道的好 你这么说 不是让人更加好奇了吗 虽然说是那么说 但是 红夏始终不言喻 年龄翼也不奇怪 毕竟 那个诡异的隧道 想想 就让人感觉到恐怖 就算说出来 只怕也没有人会相信的 原地休息 没有持续多少时间 四个人又重新开始走了 看起来 是因为天气实在太冷 如果站着不动 只怕会变成冰棍了 如果运动一下的话 那还能稍微的驱散一点寒意 红夏一直处在沉思的状态中 走着走着 就会不由自主地掉队 每个人都在考虑 究竟前方有着何等可怕的事情 等待他们 而答案很快便会忽之欲出 已经几乎没有树皮凋零的树木之前 出现了一座座粉墓 墓碑一排排的排列着 让人感觉到触目惊心 这个粉底出现在眼前之后 四个人都惊呆了 然而 祝福们却没有太意外 此刻都是帮紧神经 等待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红夏看着这一幕说道 粉墓 还那么多 看着真是的 骆冰不禁有些发抖起来 后退了几步 那一座座墓碑之上 都没有各自 细细地数来 竟然有不下摆座坟 穿行在这坟底之间 住户也都是等待着鬼出现的那一刻 都出现了阴坟 那么鬼的出现也是迟早的了 写字的生路提示 也许就会在这之中出现 想到这里 每人都是目光 射出金光 等待着那可怕的一刻来临 现在不是怕鬼出现 而是怕鬼不出现 然而 在阴坟中走了许久 却都是没有看到任何一场 就在这时候 忽然星月想到了什么 喂 秀罗他们也是走这条路的吧 那么就会看到这座坟墓吧 对呀 怎么了 红夏面露不解之色的问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星月扫拾了一番这些墓碑 然后说道 我刚才看过了 这旁边都是大量树木 根本没有办法前进 那么秀罗他们呢 这么多坟墓挡着 车子开不去的 他们只有下车不行 但是车在哪呢 一说到这儿 每个人脚步都是一致 的确 坟地出现得非常突兀 而且由于这附近地形本就很奇怪 所以也没有路的概念 直走的话根本无法避开墓碑 那样只有下车一条路 但是却看不到车的存在 年宁一看到这里 立即看向旁边的墙壁 风 风厉海 公孙涮 他们怎么样了 这片坟地 犹如静静树立的千年之久 飘散着一股无法消散的阴寒 仿佛能够渗入人的灵魂一般 在洪夏等人到达以前 风厉海 罗兰 公孙善 王提四人 也就是修罗 昼池 定谦 明 四个人 他们最初选择了左边的岔道而进入 自然也是看到了这座坟墓 当时他们的车子也是因为无法通行 不得不下车 当然 出现坟墓并没有让他们有多惊讶 相对来说 这种不用亲身面对 而是隔着一个游戏 让首次知情血的住户稍稍松了口气 但是 随之换取的代价就是 很多事情没有办法亲身亲为 墓碑的数量很多呀 这个地方好像以前也始终在施行土坟 昼池走在那些墓碑前说道 这倒不奇怪 西域山这一带比较古老吗 土葬的习俗也是一直流传下来 修罗 你父亲不是风匪师吗 不如你注意一下这附近的山势什么的 定前拿出一份旅游地图来说道 修罗却是摇了摇头 不 我实习的只是些皮毛 我父亲比我厉害多了 父母的父亲都对我父亲很是幸福 这时候 这一带显得太过安静 这时候一直沉默的鸣开口了 说到盗墓的话 在这个地方谈好像有点吓人了吧 不会呀 明 你怕什么呀 顶田却是一副无所谓的表情 不是 修罗 你之前不是说算大的时候 算出会大凶吗 我多少要担心呢 算了 你们也不是一样吗 嗯 话是那么说 没错 但是 就在这时候 他们却发现 这里的墓碑数量似乎比他们想象中更多 之前因为太过黑暗 所以没有发现 但是仔细一看的话 却是猛然察觉 这一片片墓碑连绵在一起 竟然不知道有多少数量 看着实在是让人触目惊心 而且无论是哪一块墓碑 都完全没有刻字 这等让人触目惊心的事情实在是非常可怕 但是还没有等鬼出现新的选项 出现了 A 挖开从左属去第三块墓 B 挖开从右属去第四块墓 A C 挖开从左属去第五块墓 D 挖开从右属去第七块墓 是 风烈海 瞪大了眼睛 几乎不敢相信 四个选项都是必须要挖开某座墓吗 而且不管选择哪一个都是要挖开一块墓 这到底算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不就是不管选择哪一个都完全要靠运气来逃过死劫吗 罗兰 王提 公孙善也是完全傻的眼 这到底算是怎么一回事呢 不管选择哪一个 看起来都好像是头骨子一般 完全是靠运气的 但是 纯粹靠运气的话 这个写字就算是全面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甚至敌局都未必可以支撑过去 但是 不选是不可能的 因为不选游戏就无法进行 所以每个人就算再犹豫也只有挖了 而这很明显是决定生死的一局 该怎么选择呢 挖哪一块墓呢 罗兰在胸口画了个十字 罗兰不管怎么看 都感觉这个写字简直就是在折磨人 不管怎么发展下去 死人是必然的 再这样下去 后果不堪设想 最终他们不得不做出选择 要我们选 这怎么选呢 挖开墓 这 这怎么可能 我们 我们该怎么办呢 年宁一 在出现在四个选项的时候 就是心底一沉 就算是生路和死路各占两项 也太让人感觉诡异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然而 却没有人可以给予答案 这可疑的公寓写字 让人心惊胆寒 年宁一的头 靠在椅背上 看着这四个选项 他的手指在字母键上面 不断徘徊着 迟迟无法敲响 我该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呢 年宁一已经是感觉到天旋地转了 再这样下去 谁知道还会出现什么情况 不 比起这些 现在这个选项 就已经让人难以想象 选哪一个 两条生路 两条死路 选错了 那就是死 这一点就让他感觉无比绝望 而与此相对 另外三人 徐涛 林天泽 方林谦 也同样是不知所措 黄孔凡 竟然要去挖掘开幕 那不用多说 绝对是找死的行为呀 该选哪一个 不 选哪一个 都有可能是死路啊 风铃前的手 死死的电脑屏幕 真的是要发疯了 徐涛纵然一直啊 狡诈 此时也不禁有绝望的意思了 正不能说一直是好好先生的林天泽了 选哪一个呢 到底选哪一个才对呢 痛定思痛,最后大家都是再度瞎懵做出了选择,年宁逸选择的是C,选完以后,他的头一直垂在桌面,甚至都不敢去看电脑屏幕, 但是他很快又再度抬起头,只见自己很快来到自己所选择的墓碑前,增下身则开始用铲子挖地面,那铲子又是哪儿来的呢? 挖的过程中,每个住户都是感觉到度日如年,这土地似乎并不坚弱,没有多久就挖出了一个大洞来, 即使没有挖出什么,每个人也都无法安心,谁也不知道挖出一个洞来之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而也没有人知道,风烈海等四个人,当才也是同样挖了四块木,当木挖到最后的瞬间,终于死明游戏角色都是停了下来。 宣判生死的时候,到来了,年龄一等人都是等待着这最后判决的到来,可是确实没有任何事情发生。 你把屋吗?我还以为会有排藏把屋的。 算了,继续向前走吧,也许还能打到成线索。 游戏角色们再度聚集,接着,画面一向变黑,然后出现了一行字。 第一局终结,尚有四名玩家还没有完成第一局,全部玩家完成后将开始是否保存第一局进程的投票。 凤舞没有死。 阿简拿着手电筒照着凤舞,也是让他大吃了一惊。 在阿简出现的那一哨,深海千千也出现,居然没有人死亡。 最后,他们的面前也出现了第一局结束,进入第二局的画面。 这简直可以用虎头蛇尾来形容的结局,让每个人都是大惊失色。 第一局结束,每个人都是单纯靠运气来选择,可是居然一个人都没有死。 就是张狼命也不可能那么顽强吧,因为第一局终结的时候,明确出现了一段文字。 第一局完全终结。 十二名玩家全部完成进程,现在投票是否进行第一局进程的保存。 自然没有人犹豫,用鼠标点击了下面的保存框,于是第一局结束,进入第二局。 老实说,这戏剧性的发展实在让人没有办法想象。 明明有那么多可以致死的选择,为什么十二名玩家无一死亡? 这个游戏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呢? 其实,大家都开始察觉到,这个完全靠概率才能生存的游戏,完全不像是鞋子的一贯作风。 也就是说,必定存在什么奇特的陷阱。 而那陷阱到底是什么呢? 无法交换情报的情况下,另外八个人不知道面具的事情,也不知道民币。 而目前,另外八个人连不归村,也并未进入。 情况的发展实在可以用诡异来形容。 此时,在洛云山的山腹地带,雅臣正在上山途中,他手中拿着一份网上下载的洛云山地图,他一边走着,一边注意着手中的指南阵。 小叶子自然告诉了他写色的内容,他更详细解释了公寓的一切,而雅臣即使知道了这一切之后,还是上山了。 就在这时候,就在这时候,他忽然感觉到好像踩到了什么,低下头一看,用手电一照,却是发现地面上有着一张明钞。 哎,这是什么呀? 雅臣感觉到一阵恶寒,而周围的地面满是明钞,而在一块石头上还有一些明钞被烧尽的痕迹。 刚才从那隧道出来,走了中间的岔道,经过那座石桥后,就看到了这个,这个果然很危险的。 不,小叶子说,既然是玩一个游戏,那么鬼,应该不会在那座山上其他地方出现吧。 雅臣皱眉,喃喃自语着。 甩掉手上的明钞,雅臣便是继续朝着山间方向前进。 嗯,按照地处来看,继续朝前面走的话,就一定可以到了山间,那个盐狱疗养院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继收听底公寓第327集,游戏16。 此时的雅臣,一心只想着早一点到心爱的人身边去。 他并不畏惧恐怖,自从拥有了小叶子的身体后,他就发誓, 无论是为了尽责,还是为了那份动心,他都必须好好待它,无论面对什么都是如此。 嗯? 又走一段路,在他面前出现了几座破百的建筑。 这个地方是洛云山想村落吧,不过看起来好像废弃了。 李尹的猜测是正确的,从一开始游戏角色根本就不会死, 因为如果用那种概率游戏来决定住户生死,根本不可能有生路存在的。 西岳山和捕归村当然都是不存在的,但是洛云山却是真实存在的,住户根本就不知道, 越是深入那个捕归村距离山间的岩宇寥寥院也就遇了近。 洛云山其实非常大,而因为位于市政府重点保护的邻居附近,平时是不会有太多人接近的。 这座山从山脚到山顶,有太多错综复杂的路线,而一般人都会选择攀山公路上山。 实际上,在这座山的西侧,还有一座被废弃了几十年的隧道,可以进入到山殿之处。 那座隧道因为被废弃的时间太久,安全性非常堪忧,所以前往盐狱疗养院的人一般都会从其他方向上山。 由于种种的原因,那个隧道并没有被划入地图中。 言语疗养院修建以前,在从那条隧道通往山边的部分,有过一个小村子,但是被废弃了已经有很长的时间。 然而,从那个废弃村落到达疗养院,路程并不算太远,但是由于那段路被太多的植被遮盖,加上山路极其险峻,所以也很少有人经过那里。 而在那段山路,气候一直很诡异,纵然是在盛下,也会感觉如同龙东一般。 河水始终都会结冰。 即使是大白天经过,这里也几乎感觉不到有多少阳光。 那里甚至一度被视为禁忌地带,因为太过禁忌,到后来在地头上也找不到那个村路,也不被别人所了解。 知道,沿逾疗养院倒闭,这个地方也好像从未存在过一般,不被人所了解。 所以,这段路有关的资料是很难找不到的。 正因为如此,很少有人会经过那里。 当然,如果从盘山公路的高处朝下面看的话,也许能够看到村落残留的痕迹。 只是,在这几乎没有星辰的黑夜,想要辨认出村落是非常困难的。 住户没有一个人发现此事。 从那座废弃村落到达山边的疗养院,垂直距离大概在一百米以上。 而如果走山路,最近的一条路也要走上三公里。 当然,这个距离并不算远,至少在凌晨三点以前,要走到那儿,绰绰有余。 而从废弃村落到达疗养院,路线大致如下。 这个废弃村落实际并不算特别大,仅仅相当于一座普通大学的面积。 虽然大多数房屋都比较破败,但如果沿着西面走,就可以逐渐到达村落外围。 并且逐步接近山边,接着就能够看到一个楼梯台阶。 那台阶是直接沿着山上而去,只要走上去,就能够到达山边。 再朝东面走大约一公里的路,就可以到达沿域疗养院。 从一开始,西越山就只是用来掩人耳目的。 四个选项,实际上大多数都是在引诱住户前进,朝某个方向而去。 一旦那十二个人中有任何一人到达了山边,总然那是一个虚构的,不存在的人物,也会将诅咒带到辽养院内。 那时候,十二名住户也就会全面触发死路。 没有一个住户知道,不归村本身就是落云山的一部分。 亚臣会进入这里,也可以说是机缘巧合,因为他是日本人,看不懂中文,所以没有上网查阅过地图和路线,只是问了一下当地人。 就这样,上山来,结果来到了不归村的周围。 当他路过那座石桥的时候,也很惊讶,因为那石桥下的河水竟然完全冻结,然而现在却是六月呀。 这等诡异的景象,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 他随即想到,当初在夜神村所看到的,顿时更加意识到,那个公寓拥有着何等邪恶和恐怖的力量。 但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前进,进入这个村落时,他也马上就看到,在房屋内的,带着白色面具的尸骨,那尸骨让人感到一阵阵的森染,就连亚臣都起了鸡皮疙瘩。 第二局开始了。 电脑屏幕上,那是在一座破败房屋前,反复对照地图后,凤五等人也都是皱起眉头来,因为无论怎么比对,西岳山地图和这一带完全无法对减。 凤五紧凑眉头说道, 这个地方到底是哪里呀?你们怎么看? 不知道,凤五,这个地方实在有点太邪门了,我们接下来该去什么地方呀? 千千也是无奈地摇头。 不知道,再看看吧,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下山去。 凤五看了看周围,拿了挠额头。 嗯,那个,其实我刚才在跑的过程中,听到了脚步声。 凤五将地图又放回了身上。 脚步声? 是,是很诡异,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样啊,你,你没事吧? 凤五。 阿简不禁朝着凤五身后看了,一脸心有余劲的表情。 啊,我倒是没事,但是后面好像是有个人在追我,是你们中的谁吗? 不是啊,我刚才跑着跑着就遇到了他们。 阿简指着谦谦他们,就只是这样而已啊。 这样一说,不禁令人感觉到哑然。 凤五又回头看了他,用手电筒照去,然而后方空无一物。 这,这是怎么回事啊? 行啊,总之啊,快就定吧,接下来该怎么走? 千千则是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我可不希望一直待在这个地方。 无论去哪里都好,至少决定个地方吧,刚才那两具骸骨消失,太让人感觉到恐怖了。 凤五思索了一下,然后他说道。 那,我们先想办法吧,总之,要先离开这个村子再说。 这个村子的确并不大,但是除去到西面那个楼梯台间外,朝任何一个方向走,都会陷入鬼打墙的境地。 无论是谁,也不会例外。 事实上,如果当初有人在石桥前面,所有人都选择留在车内,那么就不会再到这个村子中,更不会接近盐狱疗养院了。 这十二人走到哪里,就会把诅咒带到哪里,即使只有一个人接近了盐狱疗养院,都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 这就是这个写字的可怕之处,而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名住户发现此事。 凤五索性说道,算了,朝那边走走看吧,我们现在也没有给他选择了。 嗯,是啊。 然而,四个人朝着某个方向走去,因为根本无法识别路线,所以只能够胡乱走动。 也因为没有指南针,所以连方向也难以判断。 而越是走,四个人越是发现,这个村子的古怪,无论朝哪里走,都是破百的建筑物,时不时会看到戴着面具的骸骨。 气氛也是越来越阴风,就在这时候,前方忽然出现了一座两层楼的房屋。 那是,四个人都是发现,在二楼窗户一具事故,半个身子在外面,也是带着一个面具,而在房屋的地面上,则撒完了冥币。 诡异的场景,让人为之骇然,继而,四个新的选项,赫然出现了。 A. 进入这座房屋,但不上二楼。 B. 立刻朝反方向走。 C. 进入房屋内,并上二楼。 D. 取走地上的所有民币。 D. 这座房屋的反方向正是西方,也是可以通向那上山台阶之处。 D. 当然,对此一无所知的住户们,都只是恐惧着这座房屋本身,以及那具尸骨。 D. 现在没有一个人敢有丝毫异动。 D. 子叶的脚边吊着空的矿泉水瓶,他看着那探出窗户的白骨,以及那始终像是在惨笑的面具。 D. 小叶子的头略微挺斜着,看着这四个选项,手脚不断在桌面抓着。 D. 已经抓住了几道很深的痕迹,左耀堂已经近乎麻木,心已经近乎绝望。 普行渊则已经在手上拿着一把匕首,一侧万一。 D. 同时,自由化的情况下,他打算用着匕首,自己了结了自己。 12名住户,全部都是抱着自由化的打算,没有一个人发现这个游戏隐藏的秘密,而且如果只有一个人发现,也是没有用的,必须要12个人全部发现才行。 但是,无法交换情话的情况下,只有12人全部发现,或者运气好,一直选择不会接近疗养院的选项,才有可能逃出生天。 这个写字之难,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残忍程度。 这时候,另外两组人也一样进入了不归村。 首先是红夏等四个人,也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进入不归村内,穿过一片竹林之后,看到了这破败村落,立即映入眼帘的是一具被钉在了一面墙上的腐烂尸体。 那尸体被把长剑贯穿腹部,整个人悬空近半米,尸体看起来已经不知道死去了多久,而脸上也依旧是戴着白色的面具。 选项犹如呼之欲出一般的出现了。 A,拔下那把剑,B,摧毁那堵墙,C,摘下尸体的面具,D,沿着这堵断墙的反方向去走。 而修罗那组人在穿过一片丛林后,就来到了一个有着一大片破败皇宫位的地方。 定天拿着一张地图,拿了拿头。 这是哪里啊,修罗? 地图里,没有这种地方啊,这里到底是…… 啊? 就在此时,定天突然注意到,前方的一个木屋窗户竟然有着光芒。 哎,嗯,嗯,定天立即冲了过去。 一下子,他来到了那窗户前,却是看见在那里面一幅骇人的场景。 室内,点燃了近几百根蜡烛,而中心的部位却是空出了一段,躺着一具腐尸。 那海谷戴着一个白色的面具,而无数根古怪的黑针密密麻麻的扎在了那腐尸的上面,看起来尤为的恐怖。 此时此刻,其他的人也都过来了。 在看到这一幕之后,立即四个选项出现了。 A. 进入室内,吹灭所有的蜡烛。 B. 进入室内,拔掉所有的黑针。 C. 进入室内,摘掉骸骨带着面具。 D. 立即沿着反方向走。 电脑屏幕上,如果有人能够仔细地看一看窗户的话,就会发现在窗户上会映照出修罗等人的面孔。 修罗,定调等人的影像竟然是一句句戴着白色面具的骸骨。 之所以不会有他们说话的声音传出,是因为他们从头至尾就没有说过话。 电脑屏幕下方的字幕根本不是他们所说的话,完全是假的。 他们从头到尾就没有真正的说过话。 言语疗养院内,每一个住户依旧在苦苦思索着求生之路。 言宁义看着眼下的镇脑屏幕,那种墙上的尸体插入其体内的燕,居然还在流着血。 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那四个依旧让人一头雾水的选项,更是叫人几乎要崩溃了。 此时,住户所面临的近况。 恰似当时送信写字之中,信的内容陷入暴走状态中一般绝望。 自然是立即迎来。 若非第一局全员存活,有几名住户只怕已经是要自寻了断了。 而公孙善这时候也面对着眼前的恐怖选择,虽然无论怎么看都是绝望,但是他也不希望轻易死去。 无论如何,他的希望可以逃出公寓,再次见到未婚妻神啊。 这时,他内心极度的渴望,何谓寻死而进入公寓的封玉县,完全是属于两个极端。 神啊,神啊! 公孙善抓着鼠标,眼光尽是坚定,他相信,柳暗花明又已村,时势百转千回,总有希望出现,既然有生路,那么现在就放弃,显然太早了一点。 虽然不知道选项该选择哪一个,不过他也已经开始分析,他发现,这些选项非常奇怪,不存在任何提示,也不存在实际的意义。 至今,没有一个游戏角色因为选择了某一个选项而导致在游戏中失去所有的HP。 换句话说,这之中必定有某个玄机存在,从写字的角度来看。 变相阻止了情报交换这一点,也相当奇怪。 这是因为什么呢?写字为何禁止了这一点呢? 不,不止是如此。 如果说写字制衡难度,为何给出这些莫名其妙的选项呢? 这些选项没有任何生路提示存在,而且目前没有任何一个人真正触发死路,但是写字明确提起死路是存在的。 难道,难不成? 难不成? 难不成所谓死路另有所指吗? 公孙善看了眼前的屏幕,脑中忽然划过了一道灵感。 公孙善开始意识到,也许这些选项中隐藏着功率的某个陷阱。 那么也就是说,表面上的危险根本不是真正的危险,而是刻意让住户进行着某种选择而达到真正死路的构成。 写字中也提及,选项是多不种,呈现出死路的,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到现在,这个陷阱就在不断的构成中,只是目前还没有任何一名住户发现此事而已。 只是,此路又会是什么呢? 而没有一个住户发现窗户映照出的骇人真相,一方面红色自己的枕像遮住了一部分,另外一方面,每个人也都在看着窗户内的那戴面具尸体和那些蜡烛。 那么与之后史如何,还请各位继续关注李公寓第328集游戏时期。 欢迎继续收听李公寓第328集游戏时期。 人往往就是如此,被某样东西吸引了注意之后,就不会再注意到其他的事情。 也正因为如此,这摆在面前的生路提示被所有人都直接无视。 在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下,住户不得不一个个做出选择。 就算明知道选错,可能会面临的是角色的死亡,但是现在的情况下,没有人敢继续拖延时间,毕竟时间是有限的。 写字虽然很长,但是每一个住户都能够将其轻易背诵出来,犹如生根一般烙印在脑海之中。 所以,写字的内容,时刻提醒着所有住户不能够犹豫,犹豫就是死。 结果,有不少的人都选择了地,无论是年龄一等人,还是风烈海等人都是如此。 虽然看起来,这个选项犹如陷阱一般,但是经历了挖掘坟墓等一系列恐怖选择的阴影,就算知道这也许是一个陷阱,却也只有选择地。 方才稍稍安心,而反方向也正是西侧。 一系列选项的选择后,真正的死路终于被完全触发,如果让这些人顺利来到山巅,那么住户们没有一个可以活下来。 但是,这个时候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发现这一点,而且即使发现了,也不能够告诉其他的住户。 对,一定有问题,这一点。 公孙善越想越确定自己的猜测是真的,他认为,选择的生路、死路,也许并非表面上游戏角色的死亡那么简单。 说到底,也许某一步选项就会启动一个多米诺骨牌一般的连锁效应,导致最终形成某个陷阱的构成。 反方向,朝反方向走啊! 公孙善回忆起最初的选择,那个时候是分成三条岔道,甚至其中还有一条是允许原路返回的。 这样看来,和目前的情形是非常相似的,这么考虑下来的话,那么…… 公孙善开始反复回忆起之前的所有选择,差到的选择,挖开坟墓的选择,然后就是第一局结束。 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存在呢? 挖开坟墓之后,却没有一个人死亡,这让人非常难以理解。 说到底,那时候的选择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没有意义,没有意义。 公孙善忽然回忆起,和未婚妻申娜以前的交谈。 申娜曾经对她说过, 心理陷阱中比较高明的一种技巧,就是先入为主,还有物前提案事。 先入为主大家都知道。 而物前提案事,你知道是什么吗? 公孙大检察官。 古灵精怪的申娜,是个对心理学非常感兴趣的人,身为一名金牌律师,他嫌有败绩。 就是因为对人的心理研究透彻,在法庭辩论中往往容易引导对方出错。 公孙善忽然当时思考了一会儿,回答道。 物前提案事的话,也就是说,也就是说,其实和先入为主很类似,对吧? 都是有人错误的认为,不,比起先入为主,物前提案事往往需要刻意地诱到欺骗。 诱到欺骗? 嗯,这是一种高潮的逆角,也就是说,给出虚假的抵制情报,来掩盖真正的情报。 对于一般人而言,如果在一件事情的基础认知上,就赋予了假情报,就会无法认识到真情报的存在。 假情报本身没有任何意义,但是,这必须让人能够认为,它就是真情报,只要这欺骗的手段成功,真情报就能够完全隐藏起来,这就是物前提案事。 这番话,让公孙善印象深刻,眼前的其他选项,莫非就是所谓的物前提案事吗? 从一开始,写字就在利用一种巧妙的方式,对住户进行欺骗了,真的是如此吗? 那么,也就是说,ABC无论哪一项,都是毫无意义的内容吗? 公孙善继续自语着,弟本身就在引诱我们走向某个陷阱。 直到此刻,公孙善还是没有发现,窗户映出的恐怖身影,他的手指轻轻一动,触摸到了A键盘上。 神啊,真是,难不成真的是如你所说的那样吗? 公孙善是个为人谨慎之人,身为检察官,他比任何人都严于律己,更是无时无刻不忘记谨慎而自。 此时,他再度看了那几个选项,终于是有所明悟了。 仔细想的话,太奇怪了,第一局挖掘坟墓的情况下,都没有一个人死,现在更是给出这一个无法判断的四个选项。 不,不是无法判断,而是根本没有意义。 如果,如果真是让我们被体骗了的话,那么,那么也自必定提供给我们假情报。 是的,假情报。 虽然住户都说,写字不会欺骗人,但是在写字解析表上,不乏被写字所欺骗的住户。 欺骗未必需要说假话,有的时候,说真话一样可以对人进行欺骗,而这就是欺骗的最高境界。 他越来越确信,眼前的选项也是这个写字陷阱构成的一部分。 在仔细思索着从之前到现在的全部所发生的事情,公孙善渐渐厘清了一些思绪。 我们,我们一直被写字牵着鼻子走,无论发送什么事情,都在不断伸入,并且进到这个不归存深处。 就这样,他最终按下A,公孙善已经逐步发现了一些线索。 此时,定前打开了窗户,然后他整个人爬入了窗内,走到了那尸体的面前。 他蹲下身子,开始将燃烧着蜡烛一根接着一根吹灭,很快室内陷入了一片黑暗。 电脑屏幕上也是无法看见任何东西了。 而这时候,罗兰和黄铁二人则是选择了D,沿着反方向走。 而风烈海却是选择了A,和公孙善一样,都是进入室内吹灭蜡烛。 而池昼和鸣则是沿着反方向走去,静止朝着西方一步一步走了过去。 修罗也进入室内,和定前一起吹灭蜡烛,而随着蜡烛被全部吹灭,两人就都走出了房屋,然后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 仔细一看去就会发现,那是完全和另外两人不同的方向。 罗兰这时候也完全不知道自己的选择,是对还是错。 他的电脑所显示的选项都是英文,明显是写字的刻意照顾,但是即便是如此,他也知道。 自己怕也有可能无意之间启动了一个死路,一念及此,就让他内心很不安。 而罗兰尚且如此,王提就更是害怕了,他虽然选择了地,可是内心也不知道这样做,会是否进入另外一个新的陷阱。 被重重焦虑和恐惧压迫,此时的他已经是害怕了,连头都不敢抬起来,生怕就看到某个鬼影出现,将他操纵的游戏角色给杀死。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突然间,他猛然看见前方出现了一段山崖,而那山崖很是陡峭,一条直通山崖之间的楼梯台阶赫然出现在了眼前。 此时,罗兰操纵的角色骤迟,也是在他所操纵的明的身边,四个新的选项出现了。 A. 走上这段楼梯,离开不归村。 B. 回头重新进入不归村。 C. 朝左边走。 B. 朝右边走。 一看到A,这个选项就让罗兰和皇帝都是呼吸急缩起来,居然可以离开不归村。 这是什么概念呢? 这个概念自然意味着这个游戏可以在第二局就结束了吗? 此时此刻,让两个人都是双眼放出火光来。 新婚过酒,人进入了公寓的皇帝,感受到了从天堂坠入地狱的极限痛苦。 自然,每一次写字都想要竭尽全力去完成,但是这又谈何容易呢? 原本之前那么多的选项都让他感觉到前面的道路飘渺无比。 可是,如今,只要选择了A,就可以离开不归村了吗? 当然,也很有可能是陷阱。 但是,就算死了,也有一次复活的可能,虽然后者要靠投票,有不确定性的因素,但是赌一把又何尝不可呢? 而B这个选项,和A相比,简直就是两个极端,任谁也是第一眼看到,就很是厌恶,自然是不希望如此。 他们认为,就算A是陷阱,B也是不能选择,并多选择C或者D。 谎言的最高境界,就是用说真话来欺骗对方,的确,只要走到楼梯最上方就可以离开不归村,但是那也就意味着将更加接近言语疗养院。 而黄蝶和罗兰二人都完全不知道此事,他们都相信A或许真的是生路,因为写字明确提及过,生路也可能是多重选择后呈现而出,也就是说,也许是他们选择的D,所以才触发了生路。 这么一去想,反而更加感觉这并非是陷阱了。 在罗兰心中,最初也有一丝怀疑,但是反复思量之后,也是感觉到,如果不是因为选择了D,也不会到这里来,也就是说,这可能真的是生路啊。 想到此处,罗兰内心也是雀跃了起来,他的手颤抖着伸到字母A键的上方,若非他生性谨慎,此时只怕已经敲击了下去。 不,还是冷静一点。 罗兰摸着额头,自言自语说。 写字解析表看过那么多次了,很多住户也都是被写字欺骗,最后丢了性命。 我还是稍微想一想,上去会不会遇到一个新的鬼? 对啊,有道理,虽然说是离开不归村,可是游戏才进行到第二局而已,怎么可能那么快就可以逃脱不归村了呢? 我还是要谨慎,才谨慎,可是,万一这真的是生路,被我放过了,那么岂不是把眼前的生路给抛弃了吗? 可惜手机没有兴奋,这个电脑也根本无法上网,否则也可以尝试联系一下公寓内的其他住户啊。 但是,黄蹄却没有罗兰那般的冷静,他毕竟是新加入公寓的住户,经验严重的不足,在强烈求生欲望的趋势之下,终于理智被全部冲垮。 就算是第二局,也许也可以逃出游戏呢,对,也许写字就是利用这点,让人想不到,这又不是真正的网游,对,一定是这样。 他终于下定了决心,手指弹下,按下了。 A,这一次选择和以往是不一样的,虽然罗兰还没有选,但是明确是已经动了,并且伸出脚踏在了台阶之上,此时辽阳阳的所有住户都不知道,死神的镰刀已经落在了每一个人的脖子上。 目前,年宁义等人的处境,和罗兰、公孙善等人,可以说毫无分别。 红相,也就是年宁义、星月、风凌迁、许涛、骆冰、林天泽、白红,他们四个人也是同样的面对着可怕的选择。 拔下剑,摧毁墙,摘掉面具,或者,沿着反方向走。 年宁义顿时眉头紧锁,沉思了起来,这一次却是不同之前挖木的行为。 有着一个看起来明显像是生路的选择,沿着反方向走,但是年宁义毕竟不是一个天真的人,他此时也是感觉到地这个选项极为可以。 前面三个选项在选项中的干扰性都很强,让人根本无法选择其一,可是地却是不一样,看起来好像明显就是一条生路,但正因为如此,反而更像是一个陷阱。 有问题,对,一定有问题,现在进入了不归尊重,那么问题肯定被接种而来,不能那么轻易选择,对,我一定要好好地考虑一下。 年宁义并不算是个很聪明的人,相反,他是个有点天真,厌烦思考的人,只有对搜集蝴蝶标本去感兴趣。 由于沉默寡言和不善交际,周围也没有多少朋友,最后只能面对着蝴蝶标本,估计的过自己生活而已。 也正因为太缺乏和人的交际,导致他对社会的人情事故都不懂,大学毕业后多年都无法找到工作,结果只能在便利店打工度日。 即便如此,也感觉人生枯燥,乏味,毫无意义,只有面对蝴蝶的标本,他才能稍微有一些平静的感觉。 一天下班回家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时分,感慨自己的人生如此无趣,没有希望,不断踢着一块石头,不知不觉进入了那个小区,并不知不觉到了那个巷子口,直到发现自己的影子居然脱离脚下,进入了这个公寓为止。 年宁义整理了一下思绪,最后开始思考起来,到底自己应该选择哪一个才好呢? 第,是选还是不选呢?如果选了,会不会反而触发死路呢? 生路,死路,一半生路,一半死路。 年宁义却是发现,不管怎么去想,也无法将任何一个干扰项给排除掉,无论怎么绞尽脑汁,他都感觉到这一切根本就是让人绝望的。 天哪,我,我该怎么办? 年宁义的身体倒在椅子上,只感觉眼貌金星,身体不住地颤抖着,到底该怎么做呢? 难道说,他只有等死一徒了吗? 不,不可以。 年宁义抓紧胸口,眼中已经是有了血丝,咬了牙说。 我绝对不可以死在这次血丝当中,绝对不可以,仔细想一想吧,公寓肯定会给我们生路提示的,一定会,拔出尖,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对,毁到后面的墙,不,也不可以,那么,戴上面具,不,那个面具,那个面具,肯定有着很大的秘密,不可以轻易摘起来,那么,那么我该,我该怎么做才好呢? 那么预知后事如何,还请各位继续关注第公寓第329集,游戏18 欢迎去收听地狱公寓第329集,游戏18 最后,他发现,就算可能是陷阱,地却是他最可以接受的选项 选,选地吗? 年宁义默默地自问着,而这时候,风铃谦则也是注视着四个选项,他所扮演的游戏角色为星月,而面对着眼前被剑刺在墙壁上的尸体,以及周围的破坏村落,他就知道,这个地方十有八九就是不归村了 如果这个地方就是不归村的话,那么游戏第二局自然是进入了最可怕境地 而对于心思并不特别细腻的风铃谦来说,眼前的情况和绝境无疑 我,我该怎么办? 风铃谦只是感觉到一种绝对的无力,整个人都是软的,如果这时候他站起身,只怕是会马上到的地上昏迷过去 林天泽公寓公认的好好先生,直到今天,他都在阻止有人进入公寓成为住户属于贤有的老好人 他和黄不赫没有多少身交 但是,甘配于他的至孝,在他死后安排了他的后事 但是,面对如今这种诡异的选择,他也是变得一筹莫展起来 到底该怎么做,才可以逃出升天呢? 他无论怎么思考,都是无法决定的 狡猾,奸诈,懂得控制人心的许陶 他这时候,也可以说是千里寄穷了 无论怎么思索,也找不到一丝一毫的生机 如果不选择最后一项,前三项无论如何选择,都会显得没有任何办法可想 最终,也只有一个办法了,那就是选择地 是的,也许是陷阱,但是选择前的任何一个都要担着巨大风险 想到这里,就让人没有办法不心惊胆战 选择地的话,也就意味着要到西侧去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这么选择 甚至如果没有一个住户选择地 那么住户就不会危险 但是七局游戏如果一直给出这类选择,那情况就是截然不同的了 在这一情况下,只要选择地的人开始出现,那么这个写字就会呈现死路 终于,第一个人做出了选择,那就是许涛 他最后选择了C 摘下面具 他本来差一点就要选择地了 但是,在最后一瞬间 他忽然感觉到心头一凉,一种危险的感觉醒来 于是,改选了C 第二个人,则是年宁一 他反复思索着,还是觉得选择地是最佳的方法 虽然还不能够完全确定这是生路 不过,想来想去,还是只有那么做 于是,他最后选择了D 林天泽和方林谦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做出了选择的 前者最后选择了B,后者选择了D 这样,又出现了两个新选了D的 而在子叶那边,四个人也是陆续做出了选择 子叶并没有犹豫多久 就是立即做出了选择 选了D,取走地上所有的民币 而小叶子则是对着四个选项看了很久 最终,他选择了A 至于普星渊和佐雅唐两个人 也是思考了很久才做出了选择 结果普星渊选择了B,朝反方向走 佐雅唐则是选择了B,拿走地上所有的民币 最终,选择了朝向西侧的所有人都开始向着通向山间的楼梯接近 而最终登上台阶的明,也已经到达了山巅 走到最上面一节后,黄蹄紧张地看着这一幕 呼吸都是急促起来 踏上山巅之后,就是看到一大片树林 明朝着那树林方向走去 走着走着 黄蹄目不转睛地看着一幕目 最终来到了树林的正中心处 这片树林其实掩盖了外面的许多景象 黄蹄也并没有发现 明逐渐地接近山巅另外一侧 也就是东方 言语疗养院所在的方向 黄蹄突然发现 明的步速不知道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快 最终明走到了树林的外侧 突然间前方地面上出现了许多伤口的地面的明壁 以及一张白色的面具 新的选项出现在了黄蹄的电脑屏幕上 A 继续朝前走 直接跳至最终 第七局游戏结束 B 原路返回不归村 C 拿一百张明币 D 戴上面具 黄蹄看到A的时候 顿时呼吸都急促了起来 居然可以直接跳到结局吗 他若飞还算了 静自身之怕直接就按下了A 第二局 就可以直接跳到第七局 难度 这个游戏 难道 它是飞行旗吗 好奇怪啊 又出现了B 原路返回不归村 开什么玩笑呢 我好不容易离开 我为什么要回去啊 黄蹄感觉到心跳加速了 手指开始伸到了A的上 他好几次就是差了一点就按了下去 只要他真的按下去 游戏就彻底宣告结束 这个疗养院内的所有住户 一个都活不了 这时候已经快要午夜零点了 深呼吸 深呼吸 黄蹄尽可能让自己冷静下来 看这四个选项 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马上选择A A 依旧是一个用真话来欺骗住户的谎言 直接跳到结局 不管怎么看都是无懈可击 但正因为太过于无懈可击了 皇帝反而犹豫了 其实他之前就怀疑自己是否太过冲动选了不该选的内容 而如今看到这个选项 一时之间开始犹豫起来 直接跳到结局 就算真是飞行旗 那也运气太好了一点吧 黄蹄相信 他刚才所选择的选项 绝非是不会有任何人选的 这如果是第一次执行写字的正常难度 或许还能理解 但是黄蹄知道 这次执行写字的赢紫叶 那可是第七次执行写字 难度怎么可能会等同于第一次呢 再说了 这个游戏怎么可能真的是飞行旗那样呢 不对 不对啊 一定有诈 有诈 绝对有诈 如果我写了这个 只怕 只怕真的会触发死路 游戏结局 角色死亡 也可以是结局啊 我又不是游戏主角 也没有主角光环 不对 不对 游戏这种东西 本来就没有所谓主角光环 就是真的主角 不也一样 可能死在游戏过程中啊 他越想越是确定 这个就是陷阱 只是万一这不是陷阱呢 此时的他完全陷入一种赌徒的心态 只是赌注是他自己的命 他不敢不谨慎 他不敢不谨慎一些 对了 罗兰也应该想到同样的选择 不如我先观察一下 不 不对 如果他们都活下来 就肯定会保存 那么 我就没有办法再来一次了 不行 不能这么做 黄提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而这时候 罗兰也在苦苦思思 而这时候 在持咒背后 还有三个游戏角色 深海 星月 红夏 也是走了过来 当走到楼梯台阶前面 同样四个选项出现在了 苦星海 风铃千 年宁一三个人的面前 罗兰现在也是还没有选择的 和黄提一样 三个人也是看到A选项的时候 惊喜万分 离开不归村 实在是莫大的诱惑 于是 开始有人思考 是不是该选择A了 每个人的手指都在A 见上徘徊来徘徊去 不知道是不是该选择A 黄提此时 也是手指不断在A的上面颤抖着 选 不选 选 不选 那么到底 选不选呢 黄提思索良紧 却始终无法按下A 不 不对 他无比紧张地说着 冷静 冷静下来 这一定是陷阱吧 可是 也许可以试一试 不 如果最后保存进城 而明死了 那么 我也要死啊 黄提不断抓着头发 此时的他 完全不知道 该怎么做才好 最后 他紧紧咬着牙说 罢了 如果就这样 我又不归村的话 那么后果如何 难以想象 不如赌一赌 就算我过了这些写字 以后还有九次写字要过 说不定 还会有不少要赌命的情况发生 既然如此 还不如现在就赌一赌 手指终于触到了A上 他闭上了眼睛 就准备要按下去的时候 忽然他的手指停下来了 瞪 瞪瞪 他再度看向了电脑屏幕 一开始 他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奇怪的 但是仔细一看的话 赫然地出现了一样古怪的东西 那前方不远处 有一棵树 如果仔细看去的话 竟然是 水山 是 是水山 黄提立即移开了手指 怀疑不定地看着那棵水山 水山 落叶巧木 是珍贵树种 正是中国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的稀有树种 甚至可以说是宾威的极为珍贵树木 西里石可以追溯到白厄纪 称称植物界的活化石 洛云山 位于K市的林区附近 所以 这座山其实也可以算是林区的一部分 因为是市政府重点林区 因此 在这座山上 才有栽种这种极为珍贵的树 黄提对植物算是有些了解的 也看过一些市政府建设飞云区及大林区的报道 此时此刻 一个可怕的念头油然而生 这 这是巧合吗 因为距离比较近 还可以确定 眼前那棵树的确就是水山 这种珍奇的树木自然不会轻易看到 而特别是洛云山临近的林区 也有栽种一定数量的水山 当时在调查洛云山的时候 黄提也有看到过这种资料 不 不会吧 不 巧合吧 这是一个游戏 真出现一棵水山树 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写字解析表多次提醒住户 绝对不可以放过丝毫的不自然 黄提联想起来 这个地方如果已经是西越山的山边的话 那么假如西越山就是洛云山的话 黄提险些尖叫出来 难道说 难道说 就在盐域良养院附近不成吗 虽然感觉是个相当荒唐的想法 但是 让黄提越来越坐立不安 这棵水山树真是偶然吗 还是说 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在洛云山呢 洛云山和一号林区 可以说是直尺直隔 记得最初这座山也是在邻区的建设计划中 而飞云区几大邻区中 只有一号林区栽种有水山 真的 真的是如此吗 不 不对 如果这里是邻区地带中的话 那之前为什么会遇到那么多凋零的树木呢 政府不可能不重视邻区范围地的绿化呀 实际上 那一地带一直都很诡异 无论栽种什么树木 都会枯萎 最后变成一堆朽木 当地邻区的负责人考虑到洛云山 毕竟不是完全属于一号林区 也没有太在意 不过山间部分栽种的树木还是很完好的 如果没有这颗水山 房地只怕是真的会选择A 但是现在他却不敢按下去 毕竟万一这座西越山真是洛云山 那么让明继续前进 恐怕就会接近盐域疗养院 他忽然想到 就算他不选 其他人可能也会选 比如罗兰 但是 其次严格禁止住户 提供其他住户建议 在无法联系公寓住户的现在 就算发现了这一点 房地也不可以告诉别人 更何况 他只凭借一颗水山就判定这一点 那也是不现实的 他想了想 看向BCD三项 心里在说 那 那我接下来 该学哪一项好呢 终于 有一名住户发现了死路 但是 他却无法说出来 而罗兰 普兴渊 风铃谦 年龄一四个人 则是在那楼梯台阶前 看向那四个选项 一时间 没有人知道 该怎么办了 选择 选择哪一个好呢 忽然 罗兰看到 静止的画面中 有一个人开始动了 那个人 正是深海 步行渊 选择了A 看到步行渊 做出的选择 其他人倒也开始 蠢蠢欲动起来 他们甚至开始考虑 是否倒在深海 到了上面 是否会发出惨叫声来 或者至少出现字幕来 罗兰这时候 总感觉A 是个不能选的选项 如果选了 就会像是打开了 潘多拉摩河一般 一念至此 他就难以按下A 可是 难道要选择回步归村 或者向左 向右吗 罗兰头腹在桌面上 他现在 真的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而在罗兰犹豫的时间内 又有一个人做出了选择 那就是 年宁义 他也一样 选择了A 接着 就看到 红下 也走上去 最后台阶下 只剩下了 咒词和星月 也就是 罗兰和 封灵谦 封灵谦还在犹豫 也抱着 观望的态度 想看看 普行渊和年宁义的结果 来决定最后 是否选择A 老实说 看到这个选项 他也是颇为动心 但是 好在写字研究会 他多次出席 珍惜一些写字规律 绝不会有极为明显的生路出现 除非是以前的那种第一次写字 而如今 十二次执行写字 死亡率也变得非常高 没有人敢有一丝一毫的大意 然而 就在这时候 突然屏幕一黑 赫然出现了一行字体 第二局 结束 本局结束 还未进行选择 选项 作飞 第二局 就这般结束了 而且 时间比第一局 短了很多 不过 这也稳和注目的想法 毕竟 现在已经超过 午夜零点了 凌晨三点以前 没有能够完成 这个游戏的话 所有的人 都会被有的诅咒 而杀死 那么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各位继续关注 第一公寓 第三百三十集 游戏 十九 欢迎收听 比喻公寓 第三百三十集 游戏 十九 赫然 出现了 是否保存第二局的选项 罗兰和风凌天 都是马上 按下了 不保存 毕竟 刚才那个选项 还让他们颇为动心的 现在自然希望 重来一次 而皇帝因为不安 也是按下了 不保存 除此之外 还有两人 也是选择 不保存 但是 最后还是因为 七比五 导致第二局 最终 还是保存了下来 新的一局 开始了 不是吧 风凌天 顿时 狠狠地 瞧了一下桌面 说 我 我刚才为什么 要有欲 可恶 要是再多两票 就可以重来一次了 现在 现在该怎么办 罗兰的心情 却是风凌天不一样的 和后者相比 他要精明了许多 而子叶和神谷小叶子两人 表情 却是丝毫没有变化 普行渊和年宁义两人 都是选择了保存 老师说 看到七比五 也让两人都心悬了一把 毕竟 再来一次 两人自问 未必 有魄力 再选一次 A 如今 已经是 腹水难收了 第三局 开始了 深海洪夏两人 一上一下 在楼梯上走动着 做出这一选择 要说心中 没有丝毫的紧张 那是假的 可是 现在这个时候 也是没有办法 他们都是第一次执行写字 面临生死 看到这一线曙光 就算有可能是陷阱 也打算堵上一顿 但是 二人都很清楚 如果他们死了 那么恐怕 很容易被归为少数派 楼梯台阶非常长 终于 两个人都走到了顶端 然后 开始朝向前面的一片树林走去 然而 就在这时候 二人忽然发现 前面树林走出了一个人来 仔细看 不是明 还是何人呢 明和二人 就这般擦肩而过 这顿时 让朴行渊 短年龄一两人 内心都开始不安起来 但是 却又无法去询问黄记 为什么 他走回来了呢 走回去 就代表 回归 不归村 既然 是从这里面走出来 也就意味着 刚才他也选择了 走楼梯台阶上来 可是 为什么 又要回去呢 莫非 真有什么陷阱存在吗 这顿时 让两人都是开始心存警惕 不敢大意 甚至开始担忧 自己会不会错选了一条死路呢 黄体在第二集结束之前 终于 狠下决心 选择了 毕 其实 他如果再有一段时间 第二集结束 选择自动作废 那么第三集开始 明 就会继续 朝前面走去 对于无法离开 疗养院的住户来说 明 一旦进入疗养院 所有的人 都是必死无疑 一如 当初送信谢子 触发死路的时候 被困在月影馆的子叶 和上官棉 白语三个人 黄体可以说是 在死神的面前 捡了一条命 而再看到明 从楼梯台阶上走下 也让罗兰 封灵谦 两人都是惊怒 这一瞬间 二人都是脑海中 搬腾过万千思绪 已经走上去 却还下来 这必定证明 上面是有问题的 最终 虽然内心一番绞痛 可是罗兰和封灵谦 还是懂得局势的 二人都选择了 B 回归 不归村 而同样因为明的回归 而心虚不安的 朴兴渊 年宁一两人 在深海星月 走到树林口的时候 停了下来 则是看到前方 出现了一个 奇怪的洞穴 选项则是 A 继续前进 直接跳至 第七局 结局 B 回头 返回不归村 C 进入洞穴 D 在洞穴口 割伤手 最后两个选项 自然完全只是 凑数的干扰 下巴 其实 怎么写 都可以 这个洞穴 也根本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 就因为未知 住户 根本不敢去选择 进入洞穴 而同样 这旁边也有一棵水山树 作为生路的提示 普行渊和年宁义都开始思考起来 到底该选择哪一项呢 可恶 又不能忘黄蹄 年宁义咬着大拇指 面色一片阴霾 现在的情况下 他是真的很犹豫 哎 这个选项 太过有人 可是 为什么黄蹄选择回归呢 难不成 他想观望选择下一局 重来吗 还是说 他看他的选项内容不一样 年宁义 短时间内 思考了很多可能性 但是 最后 他自己也难以确定 无法进行情报交流 让住户陷入极为被动的局面 只是问他 为什么回归 并不算给他建议 也不算干扰他游戏吧 年宁义 又思索了一番 但却摇了摇头 不行了 他如果告诉我 毕竟影响我的选择 那么 他就会被影子诅咒杀死 黄蹄怎么可能明知的这一点 还告诉我呢 他必定是发现了什么 可是 是什么呢 年宁义自然根本没有发现那棵水栅 他平日只对搜集蝴蝶标本感兴趣 对植物完全的不了解 更何况 他平日交集都很少 看得出种类也比较狭窄 导致知识面本身就不算很宽 就这样 思索了很久 他也感觉到 哎 这个选项 看似是美好 但只怕真是一个陷阱 就算能够有一次重来的机会 那也是投票才能够重来 管一投票结果 事报 存进程 那么 他 就真的是死定了 一念至此 年龄一顿时 心头一片冰冷 看到那个四个选项时的喜悦 也是 削减了大半 不 不对 年龄一又推翻了之前的想法 你那么快决定 对了 皇帝这个人刚加入公寓 时间并不算很长 恐怕 他是太过谨慎了吧 所以不敢去选 如果是真出事了 那我们看到的 该是明的尸体才对 而不是他活着回来 对呀 就是如此 一定是呀 如果真是这样 那我 不是差一点 措施机会 我 我绝对 不要回那个村子 年龄一进入这个公寓以来 看到那么多住户死亡 尤其是上一次 黄普赫等人执行的写字 还有公寓 副楼长之称的 裴听一 都是身亡 这更是让年龄一 触目惊心 好几次 从噩梦中醒来 不行啊 生路就在眼前 怎么可能放过 就算是陷阱 我要堵一堵 回到五归村去 那我不是死的可能性 更大一点吗 年龄一气血上涌 他的手指 又再度按在了A的上面 只要向下一压 也许就能够完成 第一次写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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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想是那么想 但是 这毕竟是生死的抉择 年龄一破裂 也还真的没有那么大 大到可以毫不犹豫地按下A 他自己也感觉 这很可能就是陷阱 但是直接跳到结局 这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比喻契约碎片 还有两张 他现在是神古萌的人 到时候 也很有可能 分一杯羹 靠魔王级写字指示 活着离开这个公寓 而且 说不定 下一次写字 就会发布新的契约 顺利的话 他只要完成这次写字 到时候 只要一次魔王写字 就能够活着 离开这个公寓了 虽然 他也不认为 神古小叶子 就是绝对可靠 但是 陷入生死都难以掌控的危机中 他只有选择神古小叶子 他不是没有想过进入夜语盟 但是 为了心态的异昧 甚至可以进入这个公寓的科吟业 让他感觉到 不是感人的爱情 而是一种疯狂 甚至病态的执着 这种和正常人性背道而驰 为了吟语 可以无视自己性命的支柱 让他对于科吟义 没有任何安全感可言 相反的 任何事情都讲求实际 精于算计的神古 虽然他是一个外国人 但是 让年宁义感觉 至少是个拥有 真实人性的人物 反而更容易 揣测他的心理和心态 好不容易 要了一线曙光 他自然不希望死在这次写字中 蝼蚁尚且偷生 就算生存下来的几率再低 只要有希望 他都必须去搏一搏 手指不断的伸起 不断的落下 年宁义实在难以绝逐 他感觉心似乎被放入一个搅拌机中 不断的搅碎成七零八落 为什么自己会进入这个地狱公寓呢 到底是什么邪恶的力量 操纵着那个公寓 发布这种惨绝人寰的写字指示呢 年宁义的眼角开始有泪水洒落 我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 一定要 他看着A 又看着B 终于他的手指按了下去 选择做出之后 画面再度开始动了起来 红夏没有继续前进 而是回归了 是的 他最后还是选择了B 就算知道回归不归村可能是万劫不复 但是他还是没有勇气直接选择A 因为如果A是死路 那么他是马上就会死掉 但是回归不归村至少还可以缓冲一段时间 他毕竟还不敢拿自己的命如此的好赌 而事实上他却是赌对了 而罗兰也是发现了红夏回归 其实他一直在思考 到底要不要继续前进 直接跳到游戏结局 那么是面对什么呢 游戏最终暴死 还是平安完成游戏呢 罗兰绝对不相信 事情能够有那么的顺利 虽然是首度执行写字 但是上次主导影子诅咒实验的时候 他就深深意识到 这个公寓有多么的可怕 封死了住户一丝一毫逃脱诅咒的生机 那么会有那么仁慈的选择摆在自己的面前吗 最低限度会那么明显吗 而明和红夏相继回归 更是让罗兰内心受到震动 他的内心比年宁艺更是冷静很多 身为神谷盟的人和神谷小叶子接触多了 他也深深意识到 在这个公寓一旦失去冷静 就等于在战场上缴械的士兵 唯有不失去理智 客观冷静的分析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才是活着离开公寓的唯一道路 其中 运气自然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即便是如此 进入公寓也几乎没有多少人可以活着离开 即使罗兰自己很清楚 所谓识词写字就可以离开公寓 和买彩票中奖的几率差不了多少 不过是个看似存在实则缥缈的希望罢了 进入公寓的人不过是被判处了死刑缓其执行而已 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 过去的五十年里 活着离开公寓的人仅仅只有迷真一个人 而且即使是他 也是身负第十四写字的诅咒 直到现在 迷真都不知道第十四写字的生路是什么 不能被眼睛的诱惑 做迷晕了头 必须 必须要脚踏实地的 罗兰再次告识自己 必须要冷静 冷静 西方人本来就一向很理性 罗兰此时 就算面临死亡的威胁 也是没有轻易动摇 最后 他也选择了 逼 回归不归村 这一选择 让住户终于暂时从这可怕的死亡威胁中 暂时地解脱出来 但是 除了黄体 没有一个人把西岳山和洛云山联系起来 而黄体也仅仅是靠一棵水山树 判断出也许西岳山就是洛云山 而且他更无法将这情报告诉其他的人 所以 依旧有很多人没有发现这一点 不过 有一件事情 每个人都注意到了 那就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名游戏角色死亡这一点 让人心存疑惑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那么多次苦关的选择甚至有住户选了自我了断的心理准备 可是却没有人真的死去 而且现在进入了第三局 虽然说有些角色互相增开 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房间传出惨叫声 这让大家都认为十二个人没有一个人在游戏被保存之后被鬼所杀 那么 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游戏角色也一样没有死 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人死呢 紫叶拖住下巴 手指敲击了几下桌面 他的手时而张开 时而紧缩 过了不知道多久 他忽然回过头去 后面依旧是黑暗房间 看不到任何人影 他将头缓缓回过 现在凤武和千千在拿了明朝以后就没有再逗留 而是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 住了西侧 没有其他地方 可以到达山边 凤武和千千走了一段路之后 忽然间前方一个古怪的声音传来 此夜立即更凑近了屏幕 那个声音听起来就如同是坏掉的 风箱传出来的声音一般 凤武和千千的步伐立即变快了起来 操纵千千的佐雅唐顿时暗暗心惊 他不仅心想 莫非鬼要出来了不成 还来不及思考什么 屏幕不知道为什么忽然一黑 千千顿时吓了一大叫 随即眼前那黑暗被悄悄地驱散 紧接着一只完全化为骸骨的手伸了出来 紧接着一张戴着惨白面具的头颅充满了整个屏幕 紫夜和佐雅唐都是在电脑屏幕上看到这一幕 紫夜看到的是千千 佐雅唐看到的是凤骨 都是这两个游戏角色的真面目 那坦白面具不断靠近紫夜立即直立了而起 而佐雅唐则是吓得不断地后退 他顿时明白到自己要死了 而就在这时候 屏幕静止四个选项出现了 紫夜和佐雅唐面前的选项都是化为了这同样内容的四个选项 A 原地不动 B 朝后面逃 C 冲杀上去 立即自杀 这算是 佐雅唐捂住了嘴巴 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 逃吗 逃得掉 原地不动 开什么玩笑 冲杀 自己在石条上拿到的如果是匕首 也许可以拼一拼 但是自己那时候拿的是面具呀 逃 只有逃了 不 不过 逃得掉吗 还有 凤舞在什么地方 在那屏幕上 那惨白面具越来越显得骇人 虽然不知道那面具下面是长什么样的脸 但是佐雅唐可以肯定 这个鬼绝对能够轻易杀死浅浅 他的手指朝这壁伸了过去 那么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各位继续关注地公寓第331集 游戏20 词 转发 rear 转发 仁 感谢观看